秦王足己不问 遂过而不变 二是受之 因而不改 暴虐已重祸 子应孤立无亲 微弱无福 三主祸而终身不悟 王不亦疑忽 当此时也 是非无深律之化之事也 然所以不敢尽忠福过者 秦俗多忌讳之尽 忠言为足于口 而身为陌陌矣 不使天下之事 清耳而听 重足而立 浅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师道 宗臣不敢见 至事不敢谋 天下一乱 兼不尚文 岂不哀哉 秦王就是指秦始皇 秦始皇足己不问 足己不问的意思 就是满足于个人的材质 认为自己很聪明 我不需要问 往往这样的人死得都很惨 最有名的 你比如说像同时代的项羽 也是属于这类人 像以前的地心 就是那个商周王 像这些 都是认为自己是很牛的 我一个人的智商 足以抵得你们所有的人 所以我只听我自己的 就非常顽固 脑子一根筋 这样的人的话 你只要是 你只要一有这样的思想 有这样的做法 那你基本就完蛋了 你做什么事 你都做不好的 这叫足己 就这个满足于个人的材质 而不问 不问就什么意思呢 就不问别人的意见 也就是不及时广义 这叫足己而不问 遂过而不变 过呢 是指犯错误 已经犯了错误了 但是呢 而不变 还是按照那个错的路子往下走 反正因为这样的人 都是刚毕自用啊 他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他有错误 他也不承认 反正我错了 错了 将错就错 我就一直往前走 所以不肯回头 这个呢 就是遂过而不变 二是受之 因为这句话呢 是说的是秦始皇啊 但是呢 这个秦二是 别的优点没继承 到把这个缺点给继承了 就是这个秦二是呢 跟他爹一样 还是这个特点 叫受之 因而不改 承袭了 他爹的作风 但是也不改变 暴虐以重祸 暴虐以重祸呢 就是这个暴虐的程度啊 跟他爹秦始皇 比是有过之而不及啊 而且呢 还加重了这个潜伏的这个祸难啊 如果这个秦二是呢 要是人有这个贤 贤明一点的话啊 改变一下他爹的这个策略 那可能也不至于秦朝的江山呢 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就土工瓦解了啊 结果呢 他是跟他爹比是有过之而不及 子英呢 孤立无亲啊 微弱啊 无福啊 子英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属于说这个 孤立无亲 我觉得倒也是 可能也算是比较贴切吧 应该子英这个时候 可能也确实是比较比较孤立的 可能就自己家 可能他自己有几个儿子 还可以商量 其他的大臣 可能跟他之间也没什么交集 叫孤立无亲 其他的亲属应该也不多 因为本来那个时候 秦朝的工资已经不多了 被这个秦二世杀的 连杀再赶呢 可能也没剩几个了 叫子英孤立无亲 微弱无福 处于危险当中 然后呢 这个地位也不稳 叫弱无福 也没有人去帮他 三主祸而终身不悟 这里说的三主啊 就是指这个秦始皇 秦二世跟秦子英 这三主 祸呢 是迷惑 就是这个 而终身不悟 说这三主迷惑 我觉得说秦始皇 跟这个秦二世 还还差不多 比较糊涂 但你说子英祸 好像也是有点主观啊 而终身不悟啊 那么终身呢 这个都不悔悟 都不醒悟啊 王不亦一呼 那么导致秦朝灭亡 不也是应当的吗 当此之时 当此时也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是非无身律之话之事 也就是说秦朝灭亡的时候呢 这个秦朝啊 并不是没有啊 身律 身律呢 就是身谋远律 之话呢 就是能够遇见未来 这样的高人 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人 然而所以不敢尽忠 服过者啊 但是呢 这些人之所以 他们不敢去尽自己的中心 也不敢去匡证啊 这个主上的错误 这个服呢 是匡证的意思 也不敢匡证 主上的错误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秦俗 多忌讳致尽啊 也就是说 当时这个 按照秦朝的这个 这个习惯啊 就是这个 反正你要是说这个 国军不想听的话 那么估计你可能 你就危险了 所以这个国军呢 为了不想听到某种话 也不想见到某种事 所以他就制定了 很多禁令 比如说你不能跟我说一些 这个什么不好的 什么什么事啊 可能就定了很多 这样的这个禁令 结果这些禁令 一定的话呢 这个叫忌讳致尽啊 这些这个忌讳啊 这个一定下来之后 就让让人感觉到 好像我有什么话 我不敢跟你说 对吧 不管是好话坏话 我都不敢跟你讲 因为这个是这个本来就是规定 触犯这个规定 可能受到惩罚的 所以这个秦俗 就是秦朝的这个风俗 就是多这种 让人感到忌讳的 这样一些这个这个规定啊 所以导致这些 这个忠言 魏族语口啊 忠言呢 就是那些好的话 对秦朝有用的话 还没等说出口呢 叫魏族语口 而身为陆末义 结果身体可能已经 这个伸手异处了 已经被拉出去给砍了 所以这些人呢 这个谁也不敢 这个跟秦朝进这个忠言 故使天下之事 清耳而听 重足而立 浅口而不言 因此啊 秦朝的这个做法 就让天下的那些 能人闲事 清耳而听 清耳而听的意思 就是时刻的防备 一切风吹草动的那个样子 清耳听 看国家有没有什么变化 都在那听 但谁也不说 重足而立 重足呢 就是两只脚 并立的站在一起 因为这样站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站的比较稳 形容的这些人呢 都是不敢乱说乱动啊 重足而立 就是非常这个小心 浅口而不言 浅口呢 就是把嘴关上 把嘴闭上 而不说话 因为你一说话之后搞不好 可能这个灾祸就这个临门了 所以浅口而不说话 是以三主失道 结果呢 这三个人 就是指秦始皇 胡亥和这个 和这个子英 三主呢 就失去了 失道了 宗臣不敢见 不敢觐见 智氏 那些有聪明的人 不敢这个谋划 天下已乱 兼不上闻 那么天下一大乱之后啊 这个兼不上闻 那些这个 下面那些坏人的活动 上头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兼呢 就是指下边那些坏人的那些 这个兼鬼兼刑啊 他们就上边听不到 因为没人跟他讲 岂不哀哉 难道这不是很悲哀的事吗 先王之 拥毙之商国也 故智公卿大夫氏 以氏法设行 而天下智 其强也 进暴诸乱 而天下福 其弱也 五伯征 而诸侯从 其消也 内守外父 而设计存 这段话说的是 这个不是说的是秦朝了啊 这几句话说的是 当初那个周天子 那个时候啊 他是用这个做对比的 因为前面呢 他说这个秦朝啊 这个老百姓呢 不敢啊 能人事实 不敢跟秦朝说 那么他同时呢 列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 就说你看一下这个 人家那个周天子的时候 先王呢 就是指周天子 当然这个周天子呢 就是指周朝最初建立的那几个这个非常有名的王啊 像周文王 周王当然没有建立周朝 周王在这个周王朝还没建立的时候 他就死了 尤其主要是指周五王 类似于像这个周公啊 虽然周公不是这个周王啊 但是他毕竟是这个摄政的啊 这个周成王啊 像这个西周时候的那个 比如说那个宣王中兴的时候的周宣王 这些都属于先王 就说这个周朝的这些有名的这些先王 知道了雍帝会伤国的 那么雍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阻塞君主的士兵啊 就这个有些有用的话传不上来 这个叫雍帝 这么做会伤伤害这个国家的 他知道这个道理 因此呢 他为了改变这种这个怕这种情况出现 他就制就设置了公卿啊 和大府和士啊 这是三级啊 这是三级 公卿大府跟士 是这个啊 公卿可能是是最高等级的 大府呢 这个啊 设置或者这么多也可以 制公 清大府士也可以 公呢 是一个级别啊 清大府是一个级别啊 士呢 是一个级别 就设了三种不同的这种级别 啊 这个设不同的级别 就以士法设行 士法设行呢 就是这个建立各种法令啊 章程啊 整治法令 建立各种的这个规章制度啊 叫天下父 指周天子 那个时候呢 有强大的统治能力啊 叫这个 其强也 其弱也啊 其弱也就是指那个周王室到后期的时候 也变弱的时候 五国争而诸侯从 虽然周王朝 周王室虽然变弱了 但是呢 他下面的兄弟呢 会产生了五个霸主 五国呢 就是五个霸主啊 像这个齐桓公 晋文公这样的五个霸主啊 当然对春秋的五霸呀 究竟是乃五霸 是大家是有争议的啊 但是有两个霸主是永远不变的 不管是怎么说 这个齐桓公跟晋文 晋文公啊 这两个人是是是个被公认的霸主啊 五霸争而诸侯从啊 虽然这个家长老爹不行了 周天子不行了 但是他儿子啊 除了一个这个大儿子 能管住其他兄弟的一个大儿子 也就是这个霸主 他呢开始实行这个替周天子征伐 而这个时候呢 诸侯啊 也是听从这个周天子的 因为当时这个霸主 晋桓公晋文公 都是打着这个尊王攘仪的这个称号啊 他这个之所以讨伐你 征伐你 是因为他为了尊王 尊重这个周王室 所以大家呢 对这个周王 啊对周朝那个时候呢 虽然他很弱了 但是诸侯呢 还是很听话的 其宵也 内守外父 而设计存啊 就说这个当天子自身的统治能力 已经基本没有的时候 已经极度削弱的时候 叫其宵也 内守外父 对内呢 仍然能够自守歧途 对外呢 还有一些同盟者啊 这个呢 叫这个内守外父 而设计存啊 故秦之圣也 反法言行 而天下阵 及其衰也 百姓愿望 而海内叛矣 故周五序得其道 而千余岁不绝 秦本末病师 故不长久 由此观之 安危之同 相去远矣也 宴曰曰 前世之不忘 后世之师也 是以君子为国 官之上古 宴之当世 参以仁世 查圣衰之礼 神全世之意 去旧有序 变化有时 故旷日长久 而社稷安宜 故秦之圣也 那么这个故啊 我觉得用的不太妥 应该做成应该是 故呢 你要如果用故的话 就是变成因此了 因此秦之圣了 这里的因此秦之圣 肯定说不通的 应该改成是耳 而秦之圣也 因为什么呢 因为秦朝的情况 跟那个前面刚才讲的 那个周天子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所以应该是用转折的 而秦朝兴盛的时候 叫反法言行 法律非常繁复 这个刑法非常严酷 而天下阵恐 这里的阵呢 是通那个地阵的那阵 就是害怕的意思 是恐惧的意思 而天下恐惧 极其衰也 他反法言行的时候 他那个力量 那个时候力量强大的时候 天下这个阵恐 你能阵住 但是极其衰也 真要是等你衰败的时候 百姓愿望 而海内叛疑 那么百姓呢 就会怨恨你 而天下呢 就会背叛你 这里的叛呢 就是通那个背叛的那个叛啊 背叛的那个叛 故周五旭得其道 而千余岁不绝 这个五旭呢 是这个指公侯伯子男 这五种绝集啊 实际上他就是代指分封制 因为秦朝呢 他是属于郡县制啊 他这个采用的方法 统治方法跟这个周王朝 是不一样的 周王朝呢 是采用这个分封制的 所以根据各个国家 对周王室的这个不同的贡献 还有这个始宫军的这个地位啊 等等吧 就是这个 分成这个五等绝 就是这个公侯伯子男 赐给这个这个各个诸侯国不同的爵位啊 叫周五旭 也就是这个分封制 因此呢 这个周朝的分封制啊 能够得其道啊 那个时候就是比较适合周王朝的统治啊 而千余岁不绝 因此呢 这个周王朝啊 能统治了一千多年不绝 这里一千多年 他明显是不实的啊 因为这个周王朝 其实存在了好像有八百年左右 应该是不到一千年啊 他这里边用了一个千余岁 我估计可能他是为了取一个整数 所以说这样可能比较好行文吧 比较好写文章 所以说他写千余岁而不绝 秦本末病失 但是秦朝就不一样了 顾不长久啊 秦朝的本跟末全部都失去了 他的本呢 就是指他的德制啊 就是指他的人证 而末呢 就是指他的刑罚啊 他的德制跟刑罚呢 都这个病失都失去了啊 都这个失去了 我觉得这句话也不是特别确切 他这个德制 他本失去是正常的 是根本就没有 就是人 人治啊 这个人证跟德制 根本就没有啊 他这个罚并没有失去 也就是说他刑罚这一块 还是言行不法这一块 他是握得很紧的啊 所以这个顾不长久 因此呢 这个秦王朝 他并不能坚持的太长久 由此观之 那么从这个两个对比来看 安危之同相去圆一样 那么就使国家安危 安定或者威王的 这两种策略啊 这两种这个方略啊 之统 统就是方略啊 互相差的太远了 也验约 也验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俗话说啊 前世之不忘 后世之师也 啊 这句话就不用翻译了啊 因此呢 这个君子为国 为呢 是治理的意思 因此呢 这个君子治理国家 那么官之上谷 一定要观察一下啊 上谷的经验 验之当事啊 用当事来检验 参以人事 同时呢 用这个人事来作为参考 查圣衰之理 省查一下 之所以圣 之所以衰的各种各样的道理 审权势之义 那审呢 也是弄清楚 权势呢 就是自己的权威 跟这个客观的形式啊 把他们这种权威跟形式呢 啊 把它弄清楚 去就有序 去呢 是舍弃 旧呢 是这个夺取 那么舍弃 舍弃跟夺取呢 要有秩序 变化呢 要有时 这里的时呢 是指时机 那么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啊 这个变化 有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应时 一定要根据这个时机而来 故旷日长久 而社稷安宜 那么如果这么做的话 那么整个国家 才能够长远 而且呢 这个社稷 才会安定下来 秦孝公 据小韩之故 雍周之地 君臣不守 而亏周事 有席卷天下 包局 与内 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巴黄之心 当事时 商君左之 内力法度 勿更之 修守战之辈 外连横 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拱守 而举西河之外 这个是指那个说秦朝做诸侯国的时候啊 那些时候的那个秦朝的这个秦国的国君 还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秦孝公啊 这里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国君了 就是这个商鞅变法的时候的那个那个秦国的国君 秦孝公 据小韩之故 小呢 是指小山 韩呢 是指韩古关 啊 据小韩之故守 啊 雍州之地 因为当时这个与这个治理洪水的时候呢 把天下分成是九个州啊 其中呢 是有一个州呢 叫雍州 这个雍州呢 大致是包括今天陕西省和这个甘肃省的东部地区啊 主要是这个地方叫雍州 也就是秦朝秦国呢 这个主要是在雍州这个地方活动的啊 叫雍州之地 君臣固守而亏州市 那么君臣上下一心固守着自己的领土 而同时呢 觊觎州市 窥探着州市啊 所谓的窥探州市呢 其实啊 就是这个想伺机夺取这个周王室的这个天下的这个意思 有席卷天下 包局与内 囊括四海并吞 呃 八荒 像这里的这个席卷啊 像这个包局囊括啊 并吞啊 其实这个意思都是一个啊 就是指吞并的意思啊 像这个天下 羽内啊 四海啊 还有这个八荒 这个也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天下的意思 他为什么这么行文呢 就是因为这种行文方式呢 读起来之后啊 让人感觉非常有气势 所以这个甘肃啊 也是这个善作文章的高手啊 啊 八荒之心 就是经 合起来这句话 合起来就四个字 叫吞并啊 天下 当事实 就是那个时候 秦孝公那个时候啊 有商君佐之 商君呢 就是商鞅啊 商鞅变法嘛 就是在这个秦孝公的主持之下 辅佐他 内立法度 对内呢 建立这个法度啊 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 物耕之 智力物呢 是智力于 智力于耕跟之 这是两种这个农业行为啊 耕呢 是指这个男人 当时做的在田里边这个耕作啊 主要是种这个庄稼 那么之呢 是指女子在家里边织木 这样的话呢 有吃有的吃有的穿 叫物耕之 修守战之位 修呢 就是整修 守跟战 也是两种方式啊 那么一个是守啊 一个是这个啊 一个是战啊 出去战 修守战之位呢 就是指修整这个啊 这个实行的那个 反正就修守战的那些公式吧 那些器具什么的 反正这个当时整修的非常好 军队治理的非常不错 外连横而斗诸侯 外边呢 当时这个战国的形式呢 是这个东西是连横啊 这个东西呢 由这个最东边是齐国 对西边呢 是秦国 那么中间呢 有这个韩国跟这个卫国 当然呢 这个宋国也搭上一点边 那么当时秦国的策略呢 就是在这个张仪的主导之下 主要是连横 就是打通啊 这个争取拉拢 这个卫国跟韩国 然后联合齐国 这样的话呢 东西就成一条线了 这个叫连横 那么连横的目的呢 是为了对抗合纵 合纵呢 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苏秦这帮人啊 倡导的这个合纵啊 合纵呢 还有公孙岩 这些人都是倡导合纵的 合纵呢 就是从这个 从北到南 或者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呢 就是这个赵国 燕国啊 然后这个韩国 魏国 一直到南边的楚国 像这些国家呢 是属于一趟下的 从南到北的 这些叫合纵啊 当然呢 有时齐国呢 也参呼到这个合纵的阵营里边来 那个根据要根据情况 所以说秦国呢 叫外连横 他主要是要连横 而斗诸侯 而跟这个诸侯相斗 跟这个合纵派呢 相斗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那么这个这个时候呢 其实已经到了这个战国的晚期了啊 拱手呢 他本来的意思是比较恭敬的 献上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拱手而让啊 或者是拱手奉之啊 那这里边的意思呢 拱手啊 是指这个不费力气啊 秦国人呢 就不太费力气的 就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 西河之外的土地 当时是属于哪的呢 是属于魏国的 是属于魏国的 就是说在那个黄河大几字弯 那个地方啊 几字弯不是有一个是南北走向的吗 在南北走向的那个上边啊 就是在上边的那个弯的那个地方啊 在西边 西边呢 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秦国的土地 但是呢 当时啊 这个战国初期的时候 魏国是最强大的 所以这个西边 那个黄河西边 有一部分土地呢 叫河西之地呢 是属于魏国的 属于魏国的之后呢 后来这个秦国慢慢变得强大之后呢 就从这个魏国的土地上 就把他给抢回来了 当时这个魏国的国军 好像是魏惠文王吧 魏惠王大概是 魏惠王又是梁惠王啊 他这个当时魏国最强的时候 应该是魏武侯 魏文侯的时候是最强的 但是他的后代子孙呢 到这个魏惠王的时候就不行了 所以河西的那块土地呢 就被这个秦国呢 就慢慢慢慢给抢去了 叫这个取河西之外 就指河西的这块地儿啊 孝公吉末 惠王 武王蒙故业 因一策 南奸汉中 西举巴蜀 东哥高于之地 收要害之郡 诸侯恐惧 惠蒙而毛若秦 不爱真气重宝 匪美之地 已治天下之势 合纵地交 相遇为一 当事时 其有梦长 赵有平原 楚有春生 未有信灵 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 宽厚而爱人 尊贤众事 约纵离恒 并含魏焉处 其诏 宋魏中山之众 于是六国之事 有宁月 徐上 苏秦 渡贺之属 为之谋 齐鸣周醉 陈枕 少昭华 楼款 敌寝 苏丽 悦意之徒 通其意 无起孙并 代婆而良 王廖 田记 连波 赵舍之棚 智其兵 常以十倍之地 百万之众 寇官 而攻秦 秦人 开官 言敌 九国之师 勋寻 顿逃 而不敢进 秦无 王史 遗族之废 而天下诸侯已困矣 于是纵散约解 争葛地而奉秦 秦有余力而至其弊 追王竹北 浮尸百万 流血飘鲁 阴历成变 宰割天下 分裂河山 前国寝福 落国入朝 年级孝文王 庄襄王 享国日前 国家无事 这一大段啊 我一下子全部都把它读完 因为中间没法断 所以说 因为他说的都是一个事 那么我们就 这次呢 就讲到哪里 算到哪里啊 可能是可能是讲不完 孝公集末 就是秦孝公死了以后 末呢 就是死了 惠王 武王 蒙故业 那么秦孝公死了之后呢 他的儿子啊 就称王了 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 跟这个秦武王 继承了他的就业 蒙呢 是继长的意思 继续继承了这个秦孝公 那个改革的那个大政方针啊 故业 因一策啊 因呢 就是殷齐的意思 一策 这里的策呢 是通政策的那个策啊 也就是说 指这个秦孝公 留下来的那些 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啊 那么到了秦惠文王 到了秦武王的时候呢 都没改 叫殷齐啊 这个秦孝公 留下来的那些大政方针 南奸汉中啊 因为这个汉中 这个地方在哪呢 就是大家如果看地图啊 就会知道就是那个在那个西安的南边啊 在秦岭的南边和那个四川 那个那个那个围绕四川那个群山的北边 那个地方呢 有一块平原啊 那个地方呢 叫汉中平原啊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啊 也都是前后左右 都都是山啊 啊 所以说这个南奸汉中 把南边的这汉中这块地儿呢 也都抢过来了 汉中这地方原来是属于楚国的啊 是在楚国的最西北边 但是呢这个楚国毕竟这个离汉中啊 天高皇帝远啊 所以他也管不着 那么就被这个秦国呢 后来就给给占了 啊 叫这个南奸汉中之地 西举巴蜀 这个举呢 也是这个兼并的意思啊 也是夺取兼并的意思 这里的什么 兼啊 举啊 还有戈呀 收啊 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啊 都是公取的意思 公取夺过来的意思 西举巴蜀 就是把这个八 八帝跟蜀帝也给兼并过来 八帝呢 就是指那个 重庆的一带 就是指四川的东部 和那个湖北的西部那一块 叫叫八帝 蜀帝呢 就是指指那个 那个成都那一块啊 就是把成都和这个 重庆那一块 也全部都夺过来 东哥高瑜之地 那东哥 哥也是这个夺取的意思啊 高瑜呢 就是肥沃的这个 啊 这个地方啊 东哥高瑜之地啊 这个具体就就没说哪了 然后呢 这个收要害之军 这个收啊 按照前面这个行文呢 应该是北收 因为前面都提到了 这个南西东都提了 就到这个地方没提这个方位 所以应该在这地方加一个北 就北收要害之军 要害之军反正也没说 这个具体是在哪 反正这个反正就把北边 那些土地呢 就全部都签并过来 因为当时北边 秦国北边的土地啊 可能也都是一大片的荒地啊 可能有一些少数民族啊 在那个上面游荡啊 所以把这些少数民族也打跑了 把这个地盘呢 也把他坚定过来啊 叫北收要害之军 诸侯恐惧啊 这个时候呢 这诸侯国呀 就非常害怕 这秦国变得越来越胖了 所以就变得 就他们就很害怕 惠蒙而谋若秦 大家呢 就联合起来啊 惠蒙啊 然后商量 怎么削弱秦国 叫谋若秦 不爱真气 重宝 肥美之地 他们呢 这个为了削弱秦国 这个都下了血本啊 真气重宝 这些东西能都舍得拿出来 肥美之地啊 该给也给 该送也送 反正只要能让这个秦国变弱啊 什么招都用啊 就是就这意思啊 以治天下之士 那么治呢 就是招治的意思 来招了 用这些真气重宝 跟肥美 这些这个好的东西呢 来招治那些天下的能人治士 叫合纵递交 然后大家呢 这个从啊 就是通那个角丝旁的那个纵啊 就采取这个合纵策略啊 然后互相递交 递结这个盟约 相与为一啊 互相呢 结合成一体 当事实啊 那个时候呢 齐国有孟昌军啊 这个孟昌军呢 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啊 这个是战国四公子之一 他的名字叫田文啊 也曾经做过这个齐国的宰相 因为他那个地呢 叫这个是在那个靴地啊 就现在山东省靴县那个地方啊 所以呢 有的时候也把田文呢 把孟昌军称作是薛文啊 这个人呢 是也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啊 叫齐国的啊 孟昌就是田文 赵有平原啊 这个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 就是平原军赵盛 他呢 也是王 也是王族啊 他是赵惠文王的弟弟 啊 这个人呢 是也是曾经做过赵国的宰相 赵有平原 楚有春深 楚国的春深军呢 他的名字叫黄歇 这个人呢 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 但是呢 他的出身呢 就不如其他三个 因为其他三个呢 都是这个王族的人 啊 这个人呢 应该是一个平民出身 但是呢 可能啊 本身呢 不知道怎么混啊 也混到了楚国的上流阶层 楚国有春深军啊 也曾经做过楚国的宰相 然后魏有信林军啊 信林军呢 就是公子吴继啊 也就是这个魏安息王的弟弟啊 也是王族的人啊 这个人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典故叫信林军窃胡救赵嘛 对吧 为了救赵国啊 这个把一个兵符给偷出来 这个就是信林军干的啊 这四个人呢 都是这个战国的四公子啊 啊 当时呢 就说跟秦国对抗的 有这么战国的四公子都是很牛的 此四君者 这四个人皆明智而忠信 全都是非常聪明 而且呢 这个很对国家很忠 很信的这样一个人 而且人格上也非常好 宽厚而爱人啊 性格很宽厚 而且呢 爱戴下人 尊贤重视啊 这个就不用翻译了啊 约纵离横啊 这个约纵离横呢 主要就是这个家乡这个合纵战线啊 分离那个秦国的那个 呃 这个连横啊 叫约纵离横 以离散那个秦国的东西的连横啊 并韩卫 呃 燕赵 其 呃 燕储 其赵 送为中山之众 这是九个国家啊 而且联合这些 这九个国家的这个军队啊 之众呢 就是联合这九个国家的军队 这九个国家呢 呃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个韩卫燕赵齐啊 这个韩卫燕赵齐呃 齐楚 这几个国家是比较 因为这个是战国七雄的六个嘛 对这个宋国 魏国跟中山国好像大家应该不是特别熟悉啊 宋国呢 就是春秋时候那个宋国 他呢 这个时候首都是在彭城啊 啊 就是现在江苏的那个徐州啊 就原来那个他的史峰军呢 在春秋的时候他史峰军是那个威子啊 威子啊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呢 是魏国 魏国也是比较有名的 但是他呢 这个国家比较小 他的史峰军呢 是康淑峰啊 当时这个周公是把这个康淑峰啊 分到这个魏国这地方做史峰军啊 他的地点呢 是在河南浦阳那个附近 然后中山国呢 是那个是 春秋的时候 他是督那个 石家庄那一带的 那后来战国的时候 他的那个国都呢 是在零售这个地方 当时在春秋的时候呢 他是属于这个 啊 属于生活的少数民族 这样一个一个小国家啊 所以说他民风也是非常彪悍的 那么在战国的时候呢 他也是作为一个 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那么这九个国家呢 这个联合 约纵离衡啊 联合这九个国家的这个力量 于是呢 人数而且不仅有 而且当时呢 六国知识 还有很多能人知识啊 像这个明月 徐尚啊 苏秦啊 苏秦是比较有名的啊 像杜贺之属为之谋啊 为他们进行这个谋划啊 啊 这个苏秦 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这个徐尚呢 这个人好像 呃 据说他的名字叫 徐子啊 说这个 对这个人好像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史料上记载的也不多 那么杜贺呢 好像是呃 是周周王室那个 就是东周国西周国的周人啊 有人说他是那个 呃 好像也是一个能人知识吧 好像资料也不全啊 杜贺 徐尚 宁悦 宁悦这个人呢 是那个赵国人啊 好像也是当时一个能人吧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事迹留下来 就这些能人呢 是为之谋 为这个合纵派啊 进行谋划啊 然后有齐明周罪 周罪呢 是一个周王 那个周 西周国 东周国的人啊 还有陈诚 这个也是一个游岁之士啊 啊 昭华 楼桓 楼桓是赵国人啊 迪景 苏利啊 苏利跟这个苏秦 据说是是哥们啊 然后越义啊 这个人 这些人当中越义是最有名的啊 越义呢 是因为这个后来到监国去之后 率领监国的大兵啊 差不点把这个齐国都给灭掉啊 所以越义之徒 通齐义 通齐义呢 就是指互相这个沟通 这个怎么削弱秦国的这个意见 这个吴启啊 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啊 在这个战国时期 他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家跟军事家啊 在这个孙子吴启烈传当中呢 对他有详细的记载啊 孙斌呢 也是非常有名啊 传说呢 他跟这个啊 其这个这个这个旁娟呢 是一个老师带出来的啊 是那个鬼谷子的学生 那这个鬼谷子呢 是半人半神一样的人物 这个人物呢 究竟有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 这也是个疑问啊 啊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将军 带驼儿梁啊 这两个人呢 好像都是赵国或者是魏国的将领 啊 好像对他们的具体事迹也不是特别详细 还有这个啊 还有这个王廖 好像历史上对他的记载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多 田记倒是非常有名 因为他留下一个这个成语 就是田记赛马 连坡跟赵舍啊 这个是名将啊 战国的名将 尤其是连坡啊 这个父亲请罪啊 在这个中学的课本上有这个人 赵舍呢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他儿子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他儿子呢 就是赵阔 那个纸上贪兵啊 输给白起的那个年轻的将军呢 因为他这一仗输了之后呢 啊 赵国四十万的这个贱儿啊 被白起啊 坑杀了 所以说赵国呢 也从此一蹶不振 啊 这些呢 但是这个赵阔的父亲赵舍呢 倒是这个打仗倒是有一套啊 所以这些也都是战国时期的名将 之鹏 鹏呢 就是这一类的意思 就是他们这一伙人 智其兵啊 智呢 就是训练 统帅的意思 叫智其兵 长以十倍之地 百万之重啊 长啊 就是那个通那个啊 曾经的那个长 就是长一长的那个长啊 就是曾经以十倍之地啊 十倍之地呢 那就差不多啊 这个山东六国所有的土地加起来之后 啊 应该是秦国的十来倍应该是有的 百万之重 那这些国的这个兵啊 兵源要是加起来的话 那一百万也差不多应该能有 寇官而攻秦啊 这里的官呢 就是指这个韩古官啊 那个寇官呢 就是这个比较形象啊 这个字用的也比较生动 就好像是这种啊 敲门的那种 发出那种当当声一样啊 敲官 寇官而攻秦 想要攻打这个秦国 当然这个寇字啊 有的版本是写成那个养字 因为这个养跟寇呢 在这个古字上 可能它区别不大 应该是这个传 传抄的时候啊 可能是这个应该是寇啊 结果给抄成了养 当然呢 也有可能是养啊 抄成了扣 反正这个就不清楚了 啊 我现在用的这个版本呢 他说的是扣 扣官而攻秦 秦人开官 厌敌啊 这个 颜敌啊 秦人 那么开官 就是把这个韩古官打开之后呢 颜敌呢 就是诱敌深入 把敌人引进来 啊 这个你不是想攻官吗 你不是想攻这个韩古官吗 以百万之师 对吧 来攻打我的韩古官 那么我秦国 把韩古官的官口 我给你打开 我让你进来 不用你攻 但结果呢 这个九国之师 也就是九国的军队 这九国就是前面上提的 那个九国啊 就是韩魏 燕 楚 齐诏 宋 魏 中山 啊 一共九个国家 这九个国家的联军 君寻啊 君寻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优 啊 一具无主啊 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主心骨的那种感觉叫君寻 可能就在这个官前呢 来回溜 盾逃啊 溜完了之后 感觉可能也不敢往里打 所以就大家都逃了 而且这个联军呢 通常通常的这个战斗力都不行 因为他是联军啊 每个国家呢 这个各个国家都打各个国家的自己的小算盘 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联军是很难拧成一股绳的啊 没有一个国家敢开始打 最后呢 大家商量商量干脆就逃吧 于是呢 就全部逃跑了 而不敢进 就没有啊 这个往里推进 秦无王史 宜族之费 也就是说秦国呢 不费一兵一族啊 这个王史啊 这个宜族 像这室跟族啊 室呢是箭 那个族呢 就是那箭头啊 所以说这个等于啊 秦国呢 就根本没有费什么这个义兵直立的啊 义兵啊 这个义兵一箭的这个费用 而天下诸侯已困 以结果这个天下的诸侯已经陷入了困境 于是纵散约解 纵呢 这里的从是读纵啊 这个散呢 就是散开了 那个也就等于是南北方的这个合纵已经解体了 约解 他们制定的那个约定 那个联盟也已经解体了 争割地而奉秦啊 大家都互相争着割自己的土地来奉献给秦国 秦有余力而置其壁 那么秦国呢也有余力来利用各国之间的短处 而且各国之间呢其实也是有矛盾的啊 那么秦国呢就是有余力来这个制衡其短 制衡其壁 追王逐北 这里的北呢是相当于失败的那个败啊 追王逐败 浮尸百万 流血飘鲁 追王逐败就是追击 败兵 王呢就是逃 那个北呢就是败 这个秦国呢就追这个那些六国 山东六国的那些逃兵流血飘鲁 这里的流血飘鲁啊 这里的鲁呢就是盾牌 那么在这个斩杀的过程当中啊 士兵流的那个血都可以把那个盾牌啊 给它飘起来 叫流血飘鲁 因力成变 宰割天下 因力成变呢就是趁着自己的有利时机 成变也是这个意思啊 也是成了自己的便利条件 宰割天下啊 这个天下就像一个牛羊一样啊 任这个秦国宰割分裂河山啊 秦国呢这个就 这个宰割天下就好像是分解一只牛一样啊 把这个河山呢全部都给它分裂开 那为什么要分裂开呢 就是要一块一块的把它取过来 所以叫分裂河山 强国寝福 那么这个九国当中的强国 你比如说像前六个啊 这属于强国 也请求服从啊 秦国的指挥落国入朝 那更弱一点的国家呢 干脆就直接并入了秦国的版图 啊 延吉孝文王 庄襄王 享国日前 啊 秦国呢 到了这个 秦孝文王 秦庄襄王的时候呢 他们拥有国家的日子呢 比较短 也就是指这两个王啊 在位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你像那个孝文王啊 在位指一年的时间啊 你像那个庄襄王 也就是子楚啊 就是秦始皇他爹啊 在位的时间也就是两三年啊 这两个国王呢 两个国君呢 在这个执政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啊 国家无事啊 恰好呢 这个时候呢 国家也没有什么这个大事儿 须六世之渔猎 镇长测而遇雨内 吞二周而亡诸侯 吕至尊而至六合 执垂腹以鞭吃天下 威震四海 南渠百岳之地 以为桂林相郡 百岳之君 俯首细景 伪命下吏 乃使蒙田 北铸长城 而守番离 雀匈奴七百余礼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于是费先王之道 焚百家之言 以于前守 舵铭城 沙豪郡 收天下之兵 拒之咸阳 萧丰 筑聚 以为金人十二 以若前守之民 然后斩华 斩化为城 因河为金 拒义仗之城 临不策之息 以为故 梁将尽弩 守要害之处 信臣精足 臣立兵 而谁和 天下一定秦王之心 自以为官中之故 金城千里 子孙帝王 万事之业也 到了这个秦王 极致呢 就是到了秦王 就是秦始皇啊 续六世之余列 这里的续呢 是继承 继承了前边的六代国王的 那个渝猎 渝猎的意思呢 就是流传下来的这个事业 那么前边这个六代国王呢 是指从这个秦孝宫开始算起的啊 那么秦孝宫啊 然后是惠文王 武王 秦武王 秦昭襄王 秦孝文王 跟秦庄襄王 这一共呢 是六个 叫这个续六世之余列 镇长侧 而遇与内 这个侧呢 是指这个用竹子制的那个马鞭子啊 镇呢 就是灰的意思 那么灰啊 灰着马鞭 而遇与内 遇呢 就是驾遇啊 驾遇着整个天下 他就等于是这个把整个天下 当成是一个马啊 当成是一匹马 这个来比喻的 说这个整个秦朝 驾遇这个天下 就好像这个挥舞着 一个长的鞭子一样 在赶这匹马一样 来驾遇着整个这个天下 吞二洲而亡诸侯 这个二洲呢 就是指当时啊 国土面具非常非常小的 那个东周啊 东周国跟西周国啊 是被那个韩国啊 给包起来的 那两个这个小小小周朝 小周国啊 这个呢 也被秦朝给吞并了 而王诸侯 这里的王呢 就是灭亡的意思 而灭亡了这个诸侯 吕至尊啊 这里的吕至尊呢 就是指秦始皇呢 最后是登上了皇帝之位 这里的吕啊 是登上的意思 至尊呢 就是天下的皇帝之位 为至尊之位啊 而至六合 至呢 就是控制六合啊 这个所谓的六合呢 就是指天下啊 天啊 地啊 东西南北 这个正好呢 是整个这个四方啊 东西南北 一共是六个方向 那么中间的这块呢 就是六合 也就是指天下啊 这个至六合 指垂腹 这个垂腹啊 其实这个啊 就是打人的这个棍子啊 打人的棍子 那类的东西 叫垂腹 以鞭吃天下 那么鞭吃呢 就像鞭子一样 来抄打着天下 这个吃呢 是抄打啊 威震四海 结果秦始皇的这个工业啊 就是威震整个天下 南取百岳之地啊 百岳呢 就是指现在的两广地区 还有那个跟他相邻的那些周边地区啊 包括越南啊 这个也包括越南的一部分啊 周边地区 因为这一代呢 他的这个族群的特别多啊 支派也是特别繁琐 所以呢 这个当时也分不清楚 就以百字来命名啊 叫百岳啊 这个叫南取百岳之地 以为桂林相郡啊 这个桂林呢 就是指今天的广西桂平的西南 相郡呢 就是指啊 这个今天的广西的重佐啊 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这个秦朝在南方 在百岳之地设的两个郡 百岳之郡俯首细景 那么这个百岳之郡呢 就这个地方的那个 那个长官纷纷的 这个弯下腰 那个这个辅字啊 通那个辅身的辅啊 手呢 就是头啊 把自己的头呢 都低下来 细景啊 用这个绳子呢 把自己的脖子呢 也给系上 就表明啊 这个百岳之君呢 纷纷的臣服啊 这个秦王朝 伪命下立啊 把自己的性命呢 交给秦始皇手下的 这些官吏来除制啊 叫伪命下立 乃使蒙田 北驻长城啊 蒙田呢 就是秦始皇时期的 那个时候非常有名的 一个一个大将啊 这个长城呢 据说就是在他的主之下 修筑完成了 北驻长城 而守番离 这个番离呢 就是要塞的意思啊 这个把它比喻成是要塞啊 却匈奴七百余里 却呢 是击退 是个动词 把匈奴向北击退到七百余里 胡人啊 胡人其实也就是匈奴啊 匈奴不敢南下来放马 是不敢弯弓而抱怨 是呢 就是这个匈奴当中的那些啊 骁勇善战的武士 也不敢啊 这个弯弓啊 来报仇 这个抱怨呢 就是指报仇的意思啊 于是废先王之道 焚百家之言啊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于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于世啊 这个于是呢 就是当时 当时呢 秦始皇啊 废弃了先王之道 所谓的先王之道呢 就是这个儒家啊 所说的那些 以礼乐仁义来治国的啊 这套这个经典学说啊 把这些东西都废弃了 这个叫先王之道啊 先王之道呢 其实就是指这个周公治理呢 那个留下的前朝 周朝留下的那些礼乐文化啊 都被这个秦始皇废掉了 焚百家之言啊 那这个呢 就是指当时的这个焚书坑儒 焚百家之言 以鱼前手啊 来鱼弄这个普遍的这个老百姓 堕明城杀豪俊 堕呢 是毁坏的意思啊 把这个那些很坚 城墙很坚固的那些城啊 城墙呢 全部都把它拆毁 因为这个怕有人一旦造反呢 用这些城 用这些坚固的城墙 作为这个堡垒 叫堕明城杀豪俊 啊 当时六国留下来的那些豪俊之士 那些大贵族 大这个豪族啊 基本都被秦始皇给宰掉了 那该收的收 该迁的迁啊 该杀的杀 收天下之兵 兵呢 是兵器 把天下所有的兵器都收起来 拒之咸阳 把他们全都集中在咸阳这个地方 削风 柱具 啊 这个削风呢 就是全部把他们都化成金水啊 就这个兵器都不要了 啊 这个叫融化了这些兵器啊 叫削风啊 融化完之后干什么呢 用它来柱具 具呢 有人说是钟 也有人说是挂钟的那个架子 当然肯定是用金属做的啊 把它柱成了这个钟 或者是挂钟的那个架子啊 而且呢还做成了十二个金人 这个呢 我们以前在前面是讲过的啊 做成了十二个大同仁啊 啊 以弱前守之民 弱呢 是削弱的意思 以削弱啊 前守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反抗的力量啊 削弱民间的这种力量啊 然后展化为城 化呢 是化山啊 就啊 砍销化山 作为秦帝的东城墙 气势非常大啊 因河为金啊 河呢 就是这个卫水啊 黄河嘛 就是卫水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是啊 这个时候还是指黄河 就是把东面的那个黄河 作为秦帝的护城河啊 以山为墙啊 以河啊 以水为河 以河为金 具异丈之城啊 占据了这个高达 有异丈的呈诚啊 这里的异丈呢 当然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 城墙不可能有那么高 临不测之息啊 这个面临深不可测的 这个沟壑 以为固守啊 以为固守 这段呢 主要就是说 这个秦国的地形地利啊 是非常有利的啊 天下已定秦王之心 天下已定啊 这个时候这个乙啊 就是通那个乙经的乙 天下呢 已经彻底的稳定了 秦王之心 也就是说秦始皇 当时的这种心态 自以为关中之故啊 自以为占据了关中啊 这个显顾的地方 金城千里 那就相当于是啊 铜墙铁壁 也铜墙铁壁一样啊 这样的坚固啊 这个子孙帝王 万世之夜言啊 可以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子孙 后代的帝王啊 这个累世万世的一个基业 秦王极末啊 鱼威 赈鱼 书俗 陈舍 翁有 神书之子 蒙利之人 而千禧之徒 才能不及中人 非有众尼 莫迪之贤 桃朱 伊顿之父 涅族 行武之间 而崛起 石伯之中 率 皮散之族 将数百之众 而转功勤 斩目为兵 揭竿为齐 天下云极响应 银梁 而影从 山东豪峻 遂并起 而亡秦足矣 秦王极末 这个就是秦始皇 死了以后 余威 赈余 书俗 这里的书俗呢 就是指那些生活在 边地的那些 风俗 这个习惯 跟中央国家不同的 那些这个义族 主要就是指四方的 那些少数民族 余威呢 就是指秦始皇 所留下的那个余威 这个让四方的少数民族 都感到震恐 陈舍 这样一个农民 是一个术族 是被争调到 到余阳那边去束手的 这样一个 这个 匹夫出身的一个农民 翁有神书之子 这个翁有神书啊 就比喻一个家庭 非常贫困 为什么贫困呢 这个翁有啊 就是用那个破缸 做那个窗子 叫翁有 因为有呢 是窗子的意思 翁呢 是这个缸 用那个缸呢 因为自己家里 可能这个做不起窗子 打不起窗框 所以就用那个破缸 把它这个镶到墙上之后 做那个 这个自己家的窗子 绳书啊 那个书呢 就是指门的那个门轴 那个门轴呢 自己家也做不好 所以也没钱做 就用这个绳子 把两扇这个门 给它系一块 用绳子来当这个门轴 叫这个 翁又 翁又 神书 比喻啊 就是穷鬼一个 这个陈舍啊 就是这个陈舍啊 就是穷鬼一个 出身于这样一个贫穷之家的人 蒙利之人 蒙呢 就是指盲啊 就是通那个流氓的盲 就是民的意思 老百姓的意思 蒙利呢 就是平民 也就是平民一个 而迁起之徒 而且呢 他是那种充军发配的这种人 因为他要调到那个渝阳那边去束手嘛 才能不及中人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他的才能啊 还赶不上一个普通人 这个中人呢 就是普通人啊 非有仲尼 莫迪之嫌 并没有啊 仲尼就是孔子 莫迪呢 就是莫家的那个 那个代表人物啊 并没有他们那样的贤能 也没有陶珠跟伊顿的那样的这个有钱 陶珠呢 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啊 他就是范黎 传说呢 在春秋末期啊 他是辅佐这个勾建啊 卧心长胆 把这个北边的吴国给灭了 后来呢 他发现这个勾建这人呢 只可这个同患难 不可同富贵 所以说他就觉得 好像勾建这人靠不住 靠不住的话呢 那赶紧就走吧 于是他就离开了这个越国 啊 转而去经商啊 先到了齐国 那么在齐国呢 这个齐国人知道啊 这个在齐国他取了一个很 很别扭的一个名字啊 听起来很怪的一个名字 叫吃以子皮啊 取了这个名字之后呢 这个齐国人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得到他消息了 就会愣把他这个连绑架 这个威逼利诱 把这个范李啊 弄到齐国的朝廷里边去做这个国相 后来他觉得齐国好像说 我这个在越国那么强大的国家 我都不想干这事 我当你齐国来干这个呢 实在是没意思 所以说他干了一段时间 之后呢 这范李啊 就决定啊 从齐国呢 就溜了 溜了之后 他就溜到哪儿去了呢 他就溜到了那个山东的定陶啊 那个定陶的地方 所以范李呢 就决定啊 因为定陶那个地方呢 当时是这个四方的交通中心啊 因为是处于宋国 郑国 鲁国 魏国之间的这个中心 所以范李呢 选中这个地方啊 就决定这个啊 做生意啊 所以说呢 他就 因为他呢 就是这个啊 大家都管他叫陶朱公啊 投资公呢 范李 在这个地方也是发家支付了啊 三散其财啊 就是他这个赚了三次这个钱啊 每一次赚了之后呢 都把他这分给老百姓 然后继续赚 然后又复合敌国 再把这个钱封给老百姓 所以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当然了 这个传说当中啊 他还带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女人啊 在中国古代呢 也是非常美的 这个人呢 他的名字就叫西施 当然了 这都是传说啊 历史上那个 呃 证实里边并没有哪个史书 好像记载过这个西施这件事啊 伊顿呢 这个也是这个大富翁啊 当时的大富翁啊 这个早期富翁啊 在这个等将来我们读这个 《霍之列传》的时候 会说到这个人啊 啊 这个人呢 是一开始是以放牧制言啊 发家的这样一个人 反正都是富和敌国的这种人啊 就说陈胜啊 他既没有像这个啊 孔子跟莫迪那样的这个才能 也没有这个这个范黎 伊顿这样的这个富有啊 聂族航母之间 聂族呢 就指啊 就是走路非常小心的那样子啊 在这个航母之间呢 走路都这个都都都怕碰到别人 就很小心很谨慎 而崛起于石伯之中啊 这个石伯呢 其实就是这个十个人当中的那个 领头的那个叫石伯啊 伯呢 就是通百 也就是一百个人当中那个 也就是说 他比喻啊 这个陈舍这个官 也不过就是十来个人的头 或者百十来个人的头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这么这么一个小人物 率这个皮伞之族 这里的坝呢 是通那个疲惫的皮啊 率领这些这个又看起来又疲惫 然后这个走起路来又又像一盘散沙一样的 这样的一群人啊 将数百之众啊 就即便是这些人的话 人数也没多少 也就是百十来个啊 将呢 是带领带领这么数百十来个人啊 而转攻勤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被逼的造反了 转而呢 就是振臂一呼 开始这个挑头造反 攻打秦国 啊 他们没兵器啊 因为这些人他本来也不是兵啊 他要这个束手鱼啊 他到那个边境去 到那地方才 可能才会有兵器的 斩木为兵啊 他手里没兵器 那怎么办呢 砍个木头装了 就当自己兵器了 叫斩木为兵 揭杆为旗啊 揭呢 就是举的意思啊 举起一个木杆啊 上面挂个布条 那就变成旗帜了 那就是一切都是阴漏就简啊 天下云极响应 但是啊 他一挑起这个头 整个天下就开始云极啊 响应这个陈胜的 吴宝的这种旗艺啊 银梁而锦从 这里的井呢 是影子的意思 银梁呢 就是这个自己带着粮食 这里的银呢 是通那个 他的意思是 就是挑担子那个蛋啊 就是自己挑着粮食 影从啊 这个井从呢 就是影从 就像影子随着物体 形体那样 时刻都不离啊 这个叫银梁而影从 山东豪郡 遂以定起 哎 山东六国 这个当初被秦始皇 灭掉的那个六个国家 那些豪郡 于是呢 就群起 群起云涌啊 而亡秦族矣 结果就把这个整个啊 这个关内的秦王朝 就给端掉了啊 就给灭亡了 启夫天下非小若也 雍州之地 小汗之故 自若也 陈舍之位 非尊于祈楚燕赵 汗位 宋位中山之君 除幽 及秦 非先于 沟及 长沙也 折树之众 非抗于 九国之师 身毛远虑 行军用兵之道 非 即 相识之事也 然而成败 亦变 工业相反也 世史山东之国 与陈舍 夺长 邪大 比权量力 则不可 同年 而予以 然秦 以区区之地 千胜之权 昭八周 而朝同列 百有余年已 然后以六合为家 小汗为公 亦夫作难 而七庙堕 身死人首 为天下孝者 何也 仁义不失 而公首之事 亦也 且夫天下 非小弱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这个 统一了天下的 这个秦朝啊 这个并不是比 统一前的 这个秦国 更小弱了 而是更强大了 叫天下 非小弱也 原来可能秦国 是偏居易渝啊 偏居这个雍州易渝 但是呢 后来统一之后 整个天下 都是秦王朝的了 所以说他只能是 比原来变得更强大 不可能比原来 更变得更弱小 这个叫天下 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啊 就是指原来秦王朝 秦国作为一个诸侯国 所占据的 那个雍州的那块地盘 小汗之故 自若也 小呢 就是指小山 汗呢 就是指寒谷关 自若也 还是跟从前一样 没什么变化 因为这个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呢 他的首都也是建立在 咸阳那地方 原来他在这个 作为诸侯国的时候 他首都也在那 这些呢 都没什么变化 地形上 地势上 都没变化 陈舍之位 非尊于 这个这九个国家 这个陈舍的位置呢 因为他也是一个贱民啊 一个这个匹夫 他的地位呢 并不比这些国君呢 他的地位更尊贵 他的武器也并不尖利 也就是这个雏优 就是这个雏头袜子 集琴 集呢 就是那种长刺的那种 那种那种植物啊 把它砍下来 当这个琴 琴呢 就是一种毛 带尖的嘛 就是集琴 都是植物做的 可能连金属的都没有 非 仙于勾脊长刹也 仙呢 是锋利的意思 通那个 一个金字旁 加一个舌头的舌的 那个仙啊 那个仙是锋利的意思 就是说这些武器 跟那些这个职业的 专业的勾脊长刹 刹呢 就是一种锋利的长矛啊 能刺 能砍的这种长矛 跟这些这个专业的兵器比呢 就一点都不锋利 一点都不锋利 叫非仙于勾脊长刹也 勾脊就不用说了 就古代的这个士兵用的那种战斗的武器 啊 折术之重啊 折术呢 就是指被蒸发到 这个 呃 折呢 就是贬折 被贬折到这个边 呃 周边地区去束手的这些 这个普通老百姓 非抗于九国之师 那么跟九国的那些联军比起来的话 他也不是一个层量级的 那就抗呢 就是匹敌啊 也是没办法抵挡的 深谋远虑 那么讲究用兵打仗的兵法 行军用兵之道啊 行军用兵的战术 飞机也赶不上 向时 这里的乡呢 是通这个向啊 方向向就是以前 也赶不上以前的那些这个谋士 然而成败一变 但是呢 这个成功跟失败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那些以前很强 谋士也很多 但是却失败了 那现在呢 这个陈胜要兵器没兵器 要谋略没谋略 要地位没地位 要金钱没金钱 反而却胜了 这个叫成败 一变 一变呢 就是这两次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成败呢 反而颠倒了 啊 就变化了 工业相反也啊 所建立的工业呢 也是相反的 啊 假使啊 事实就是假使 假使山东之国与陈舍要比一下 夺呢 和邪都是比较的意思 要比一下谁究竟这个长或者是大 就如果比比比示一下谁这个力量比较大的话 比权量力也是这个意思啊 比权量力就是比量权力 也比较一下这个权数跟力量的话 那基本是不可同言而语的 这个童年而语呢 他的意思就跟那个同日而语差不多啊 就是根本不可能放在这个同一个时间段来相提并论 这个叫童年而语 然而这个秦以区区之地 然而秦国呢 区区是比喻很小的意思啊 很微小的意思 秦国呢 以非常小的这样一个地盘 千胜之权 千胜呢 呃 是指一个国家的这个规模啊 拥有一千辆冰车的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的规模 这这样一个权威啊 就是一个诸侯国的 普通诸侯国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这个啊 权威啊 招八州而朝同列啊 招八州啊 八州呢 因为当时与分天下为九州嘛 那么这个秦占了一州就是雍州 那么其他的那个八个州呢 剩下的八个州呢 就是都被秦国给招来 叫招八州而朝同列 同列呢 就是让其他的诸侯国都到自己这里来朝见 百有余年以啊 像这样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个秦孝空变法啊 这个也就是商鞅辅佐秦孝空变法之后呢 整个秦国啊 就就从这个孝空的手里就变得很强大了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秦孝空啊 就开始这个吞并这个蚕食东方六国 那么到秦始皇统一呢 这个六国之前呢 正好是一百多年啊 叫这个百有余年以 然后以六合为家啊 就是以天下为家 小韩为公啊 以小山和韩谷关啊 作为自己的这个宫廷啊 这气势非常大啊 一夫作难而七妙多 就变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却是一个匹夫发难 而整个国家的七妙 因为当时秦王朝嘛 这个秦始皇有七个妙嘛 有七个这个七妙 七妙呢就被拆毁了 比喻啊 这个这个国家呢 宗庙拆毁呢 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呢 也就灭亡了 这王朝也就灭亡了 生死人手啊 这个身败名裂 死于别人之手 为天下所耻孝 为什么呢 何也为什么 是因为仁义不失 而攻守之事 义也是因为不失仁义 而攻守之事 有了变化 攻守之事 义也就是攻守之事呢 有了变化 秦并海内 尖诸侯 南面称帝 以养四海 天下之势 飞然向风 落势者何也 曰 尽古之 无妄者久矣 无妄者久矣啊 周势卑微 五霸即末 令不行于天下 誓以诸侯力政 强 亲落 纵 报寡 兵格不休 世民疲毙 今 秦南面 而望天下 是上有天子也 即源源之民 既得安齐性命 莫不虚心 而养上 当此之时 守卫定功 安危之本 在于此已 秦并海内呢 就是秦国 当时的诸侯国 秦国 吞并了海内的 其他的诸侯国 统一了天下 兼诸侯 也是这个意思啊 也就是吞并了诸侯 南面称帝 面向南 南面呢 是面南 因为当时呢 这个 古代的古人 是以北位为尊位 那么他呢 通常是坐在北边 坐在北边 然后他脸呢 是朝南边 因为南呢 是阳面嘛 所以说叫面南背北 南面称帝 称这个皇帝啊 以养四海 这个以养四海啊 这个语句 应该稍微调一下 应该把这个四海 这两个字呢 给他挪到那个 养的前边 应该是以四海养 用天下来养着这个秦王朝 这个秦王朝 你说养天下 基本好像不大可能啊 叫以四海养 他为什么叫以养四海呢 是因为在行文上 这样说呢 比较合乎这个韵律啊 天下之势 飞燃相风 飞燃相风呢 这个飞啊 就是那个草 随着风 一刮他就倒了 这个动作呢 叫飞 飞燃相风呢 就是香呢 就是通那个相 也就是说这些这个天下的这个世人啊 就像那个被风刮倒的那个草一样啊 全部都是顺心归服啊 就全部都是这个这个称心诚意的 想归顺这个秦王朝 叫飞燃相风 弱势者何也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 曰 禁谷至无望者久矣 是因为啊 禁谷以来 所谓的禁谷啊 一般通常是就是指这个东周啊 因为西周呢 那个时候周王朝啊 还能控制整个这个国家啊 整个天下 他还能控制那些这个诸侯国 但是但是到了平王冬天以后啊 这个变成这个东周以后 整个这个周王朝就失去了控制诸侯国的这个啊 最后的就变得越来越弱小 所以说呢 这个叫禁谷以来啊 具体的说呢 应该是从东周以来 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无望者久矣 已经没有帝王很久了 周氏卑微 当时的那个周王氏啊 就是卑微 地位呢 很低贱了 因为大家也不管他了 五霸即末 而且到了这个春秋晚期的时候呢 这个春秋五霸呢 这个也基本都凋零了 都没有了 令不行于天下 号令呢 就在天下也不可能被推行了 没有哪一个号令 能够被全天下所这个遵守 因此呢 诸侯力争 事宜就是因此 所以呢 这些诸侯啊 就是凭拳头在这个打仗 在打架 反正谁拳头大 谁就老大 因此呢 这些诸侯啊 就是力政 这里的政呢 是通那个征伐的征 就用武力来互相的征伐 那结果就是强 轻弱 那谁强 就轻啊 轻吞那些弱小的 那么人数多的 就这个林豹那些人数少的 兵革不休啊 长年的这个战争 就没完没了 不休呢 就是没有个尽头 市民疲蔽啊 这里的霸呢 是指是通疲啊 老百姓啊 都变得非常这个疲蔽啊 都一个个都穷困潦倒 金秦南面而望天下 现在呢 这个秦王朝 统一了这个中国 而且南面称王啊 而望天下 统一了天下 是尚有天子也 那么是上边 终于有一个管事的了 有一个统一的天子了 即源源之民 既得安齐性命 这里的即呢 应该是翻译成是责啊 如果是即的话 应该不通啊 如果是责的话就通了 那那那责呢 就是可以翻译成啊 那末 源源之民啊 源源呢 就是那些这个非常善良啊 欺负的老百姓啊 叫源源啊 那个源源是指人啊 表现出来的那个非常善良啊 柔和的那个样子 叫源源 那么源源之民呢 就是指那些可怜的老百姓 希望能够 既是希望 得呢 是能 希望能够得到安齐性命 能够稳定的生活 不再这个发生动乱了 叫这个既得安齐性命 莫不虚心养上啊 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统一的一个人来管呢 所以你答我我答你 现在呢 大家这个现在很高兴啊 说终于有一个这个皇帝了啊 有一个主啊 在上面管了我们 那么我们现在呢 也就不会再发生打打渣渣这样的事了 所以呢 大家都很高兴啊 莫不虚心而养上 虚心而养上呢 他的意思就是好像就给人感觉好像大家终于就是盼到头了 这个啊 不再这个啊 不再这个打仗了 当死之时 那么这个时候守卫定功啊 如果能够这个利用现有的这个权威啊 来稳定所获得的那个成功叫守卫定功 安危之本在于此以 那么抓住机遇进行这个发展经济啊 然后修养生息 实行人证 那么整个国家呢 也就会安定下来了 这个时候也就是最关键的时刻 你是安 一个国家是安还是威啊 他根本就在这个时候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秦王朝啊 这个没有利用好这个时候 秦王怀贪彼之心 行自愤之志 不信功臣 不亲世民 废王道 利私权 禁文书 而库刑法 先诈利 而后仁义 以暴虐为天下使 服定监者 高诈利 安定者 贵顺权 此言 举与守不同数也 秦离战国 而望天下 其道不义 其政不改 是其所以取之 守之者 无异也 孤独而有之 故其王 可立而待 借使秦王 既上士之事 并因周之计 以治愈其政 后 虽有淫交之主 而未有轻微之幻也 故三王 知见天下 您好 贤美 功业长久 秦王 也就是秦始皇 怀着贪彼之心 贪彼之心 就是贪婪 彼漏之心 行自愤之志 这个自愤之志 就是这个 自以为是 这个刚愎自用 这种 就觉得天下自己 就自己最牛了 就自己最聪明了 这叫行自愤之志 不信功臣 对那些 当初帮他建立 这个工业的 这些大臣 也不相信了 不亲世民 跟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也不亲近 废王道 这里的王道 就是指人政 人政是王道 废弃了那些人政 利私权 建立这个私人的权威 禁文书 而酷刑法 禁文书 就是指 前面说的 焚书 坑儒 而酷刑法 而加快 就是这个 言行执法 言行酷法 先诈利 而后仁义 以权术暴力为先 这里的诈是指权术 利是指暴力 以权术暴力为先 以仁慈恩义为后 叫后仁义 以暴虐为天下使 那么就是开头 这个秦王朝刚一建立 一开头 就在全国实行残暴的统治 叫以暴虐为天下的开始 服并肩者高诈利 安定者 贵顺权 并肩者高诈利 这个高就是动词 是以什么什么为高 并肩者 就是吞并诸侯国的时候 你可以 以这个诈利为高 你可以崇尚这个阴谋 崇尚武力 但是 这个安定者 贵顺权 但是你一旦一个国家 安定了 你就应该什么呀 你就应该顺权了 就应该顺着形式的变化 而全变了 这个叫顺权 而变换这个统治方略了 你就不能再这个 再玩这些这个 乍利啊 还有言行酷法 这些事啊 你打国家 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把你守国家的时候 你就不能这样干了 你就应该顺权了 要变了 这个叫什么 叫此言 取与守 不同树叶 这就是你取国家 跟守国家 是不同的方法 你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 才可以 秦离战国 而望天下 秦国呢 最后摆脱了 这个战国的形式 而称王于天下 统一了这个中国 其道不义 其政不改 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他原来执行的 那套措施 他不变 这里的意义呢 是变的意思 他原来执行的那套政治 他也不改 他原来是怎么打下来的 天下 他还用那套东西呢 来治理天下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 无意 这就是秦国 之所以取天下 和守天下 没有变化 没有不同的原因呢 孤独而有之 孤立无援的 占领这一个国家 因为天下没有再跟他抗衡的了 那天下就他一个了 叫孤独而有之 顾其王可立而代 因此他的灭亡呢 是可立而代 马上可能就会玩完 戒始是假始的意思 那么假始这个秦王 既上世之事 如果这个秦始皇 假始他能够考虑一下 能够思考一下 这里的既呢 是思考 如果他能够思考一下 上一代的那些国事 那些政事 并因周之计 这里的并呢 是这个沿着的意思啊 是仿效沿着啊 仿效前两代 那个商朝跟周朝的那个诡计 以治愈其政啊 治愈呢 就是统治驾驭啊 国家的政治 叫治愈其政 后虽有淫交之主 那么你的后代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之后啊 你这个后代肯定有那种 放纵交涉的那个 那个皇帝 而未有轻微之患 因为这个时候 你已经国家已经稳定了 也就不会再有轻微的 这样的祸患了 但是你一开始 你就玩这个 你国家还没稳定呢 你就开始严刑库法 你就不讲究人政 那你这国家一开始 那肯定就玩完了 故三王之见天下 这个三王呢 就是指这个夏商周的 三代的开国之君啊 他们建立天下的时候 名号贤美啊 名号呢 就是他们的名头 都非常发扬光美 工业长久 他们建立的工业 也是非常长久的 今秦二世立 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正 福含者立短贺 而鸡者甘糟糠 天下之傲傲 新主之姿也 此言劳民之义为人也 相使二世有拥主之行 而任忠贤 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 搞肃而正先帝之过 列帝分民 以封功臣之后 建国立军以礼天下 须领雨而免行路 除去收奴 污秽之罪 使各反其相礼 发仓领 散财币 以朕孤独穷困之事 轻负少事 以左百姓之吉 约法省行 以持其后 使天下之人 皆得自心 耕结修行 各慎其身 色万民之望 而以威德 与天下 天下即矣 四海之内 皆欢然各自 安其处 唯恐有变 虽有狡猾之民 无离上之心 则悟鬼之臣 无以示其至 而暴乱之间 执矣 现在秦二世 这个继承地位了 当上了皇帝 天下莫不引领 而观其政 整个天下的老百姓 没有不伸着脖子 而看他怎么执政 这个引领 就是撑着脖子仰望 形容这些老百姓 那种期盼之招 因为什么 因为他爹 秦始皇就是 言行库法 执行老一套 可下等到 秦始皇挂了 死了 所以老百姓 就觉得 这会挂皇帝了 可下应该能好吧 所以大家眼睛都盯着 秦二世怎么执法 但是没想到 秦二世更浑 跟他爹比 是有过之而不及 所以秦二世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 服务寒者力短贺 而鸡者 而鸡者 甘糟糠 这句话的意思 这个笔法 写得非常好 寒者力短贺 这个短贺 这里不是短 这里是这个字念竖 但是他通是通那个短 通是通那个短 就是短贺 就是指那种小棉袄 就是小袄 就那个时候 寒者 也就是说 受寒的人 受冻的人 他只要能有一个小棉袄 一个非常短的棉袄 能够寒的衣服 穿着就觉得很好了 这个力就会 以之为力 就会觉得很好了 而那些恶的人 鸡者 而那些恶的人 就是这个甘糟糠 他能够有一把糟糠所吃 能够填饱肚子 而甘 他也认为这个糟糠是甜的 这个甘和这个力 在这里都是做动词 所以这个孟子 在他那个里面 有句话是正好能够解释这个 孟子说 这个鸡者亦为食 咳者亦为饮 这个鸡者 就这个饿的人 你给他吃的东西 他什么都好吃 咳者亦为饮 他咳了之后 你给他什么 什么都好喝 所以说这个 这个二世上台的时候 正好赶上这个手 老百姓啊 都是这个饥寒交货呀 你只要能给他一点蹿的 给他一点吃的 你不管他蹿的好坏 不管吃的好坏 他都会很感谢你呢 天下之凹凹 凹凹呢 就是因为饥寒 而发出的这种怨苦啊 叫嚷之声啊 叫天下之凹凹 新主之资也 天下天下 老百姓正在那叫的欢的时候 也正是你治国的有利资本 因为这个时候 你赶紧啊 就给老百姓安定下来 给他吃 给他喝 你利用这个时机 就是这个 这个是非常有利的 治国的一个时机 新主呢 就是指这个秦二世啊 正是你治国的一个资本 此言 劳民之意为人也 这个呢 说的就是在饥苦的老百姓面前 你从事人证 是非常容易的 对吧 你给他一点人证啊 那这个老百姓就非常感激你啊 这个叫劳民之意为人 劳民呢 就是那种啊 在饥苦困顿当中 没吃没喝的 那些礼品百姓 叫劳民啊 叫劳民啊 所以说这个秦二世呢 他就没有利用这个时机啊 相时 这里又假设了啊 这个香呢 就是通那个相 就是以前如果此那就假使啊 就放在一起呢 就是假使啊 这个秦二世有庸主之行 他哪怕他能赶上是一个平庸的人的 平庸的那样一个主人 有那样的一个一个推行那样的政策 而任忠贤 而任用那些任用那些这个对他啊 有忠心而且贤能的那些人 其实这个也是不可能啊 庸主一般很少能够任用这个忠贤的 所以一般都是民主才能任用忠贤 你要怕要盼着一个拥主任用忠贤的话 这事也不是特别容易啊 所以说他这里说啊 说假使这个秦二世有 你虽然你自己有拥主之行 但是呢 你假如你能够任用那些这个贤臣宗臣 那么臣主一心啊 这个大臣跟你主子一心啊 而忧海内之患 一起担心啊 这个海内的这个这个祸患 搞素而正先帝之过 搞素呢 通常是指啊 这个啊 丧者之福啊 是指那种丧服啊 这个时候你假如说要能穿上这个丧服啊 表示呢 这个自己啊 是有罪的 是那个 也可以替自己的老爹啊 可以向天下请罪 这样的话呢 老百姓看你之后 那就更顺眼了 所以老百姓觉得 你有改过自新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 要是这个啊 善于秀一下 穿一个丧服出来 而纠正先帝之过 那个先帝呢 就是指秦始皇啊 纠正秦始皇当年留下来的那些这个错误 列地分民 以封功臣之后啊 把这个土地分割开 然后分民 把老百姓呢 也这个分出来啊 来把他们封给这些当年的功臣建国立军 以立以礼天下 那么这个建立诸侯国啊 然后各立各自立这个这个君主以礼天下 以礼来对待天下啊 这个时候 因为这些这些呢 是甲仪啊 就是这个甲生啊 这个甲生就是甲仪啊 因为这个这个甲仪呢 他提出来的啊 这套观点呢 其实还是希望秦国呀 不要实行这个俊宪制啊 实行那个前朝的周朝 或者是下朝商朝的那种啊 分封制呢 可能更好一点 所以说他提出这个观点 叫列帝封民 建国立军啊 这些都是封邦建国的一种做法啊 以礼天下 那么这个用礼来对待天下的话 须领语而免刑路 把监狱里边那些老百姓 领语是监狱啊 把老百姓把那些犯人 从这个监狱里边放出来 叫须领语而免刑路啊 对那些这个受过刑呢 或者是已经这个受过刑罚 处罚的那些 或正在服刑的那些人 把他都赦免 叫免刑路啊 除去呢 就是就是去除啊 去除收奴污秽之罪 这个收奴跟污秽呢 是两个罪啊 收奴是什么罪呢 就是一个人犯罪 因为秦朝呢 他是讲究株连的啊 一个人犯罪啊 那么一家 你这个妻子跟儿女啊 都会受到牵连 都会受到连坐 而被没收为奴了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是比较惨的 就叫这个叫收奴 奴呢 他原来的意思是指 这个妻子跟子女 妻跟子女啊 叫奴啊 这个叫收 把这个呢 去掉啊 去除 就是把这条罪呢 去掉 污秽之罪是指什么呢 是指那个 就前边不是讲过吗 就是那个 呃 克什的里边 那个在那个 亲手王 在那个克什上面 不是说吗 叫季甲之男 和逃夫之女吗 就是这个甲 就是公租 对吧 那个男的 可能是跟别的 这个邻居家的 这个女人 可能有那种私通关系 或者是呢 这个这个女人呢 想想出嫁的时候 结果半路逃婚了 就这种呢 是属于污秽啊 这种属于污秽 就这些 可因为他都是犯罪的 像这种季男 跟逃夫啊 逃夫之女 季甲之男 跟逃夫之女 这些都属于这个 触犯了秦朝的法律 都是犯罪的 那么你这个时候呢 就这个 把这些罪过啊 这些污秽之罪呢 给他赦免 去除 那么使各反西乡里 让这些老百姓呢 各自的返回自己的家乡 发仓领 把那个仓库打开 把粮食分给老百姓 散财币啊 把钱呢 也分给老百姓 啊 对吧 以正孤独穷困之士 正呢 就是旧的意思啊 来救济那些 孤跟独是两种人啊 这个叫 少儿无父约孤 就是这个有爹 这个没爹的 那个孩子都叫孤儿啊 有妈没爹 也是孤儿啊 这个是少儿无父约孤 老儿无子约独 这个老了 但是这个没有儿子 这个叫独 这个这是两种人啊 就来政绩 这个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还有穷困之士 就是那些没钱的 来政绩这些人 亲父少适 啊 这个这个 这个亲 亲遥薄税啊 就这个尽量能不收税 就不收税啊 即便要收的话 也收少税啊 这个叫亲父 少适 少适呢 就是少去骚扰老百姓 让老百姓呢 让这个老百姓呢 这个赶紧从事农耕生产 那么整个社会呢 就就能富裕起来 以左百姓之急 那么以辅佐 百姓啊 所需要啊 所急困的 他正需要什么 就赶紧啊 这个去去帮他去解决 这叫做百姓之急啊 帮助百姓呢 解决这个贫困啊 约法啊 省行 以持其后 同时呢 再用这个减少刑法 约跟省啊 都是减少的意思 法跟行呢 就是刑法 同时呢 再用减少刑法 来延续前面的这些人证 叫以持其后 持呢 是维持的意思啊 以维持在这些前面 那些人证的后面 使天下之人 你皆得自心 那么使天下的人呢 都能够啊 自得其心啊 自我更新 更结修行啊 更结呢 就是指改变态度 跟节操 修行呢 就是这个修制自身的德行 各慎其身啊 各慎其身呢 就是谨慎的立身行事 色万民之望 那这里色呢 就是满足的意思 满足天下老百姓的 那种愿望 而以威德与天下 威德呢 就是这个 这里的威啊 应该是圣 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城底下 加一个气敏的敏啊 这个圣啊 因为这个威字呢 它写起来跟那个圣差不多啊 所以威德 应该是不对的 应该是圣德 而用圣德 与天下 这里的与呢 就是实行的意思啊 在天下来实行 那么整个天下 就极以 极呢 就是成的意思 那么整个天下 也就稳定了 也就成功了 极四海之内 那么整个天下 皆欢然 各自安乐其处 那么这个老百姓呢 欢然呢 就是欢心鼓舞啊 各自的各安居乐业 安乐其处 就是各自的安居乐业 唯恐天下有变 因为老百姓 一旦这个安居乐业之后呢 他就害怕这个 这个害怕 这个天下就有变化 因为一有变化 他能有安居乐业的生活 就结束了 所以说谁要是造反的话 他都会主动起来 会这个会抗击的 所以虽有狡猾之民 即便是有一个半个的 那种不听话的老百姓 就是有些人行为 这些人肯定是有的 有些人行为不端 但他毕竟是极少数 无离尚之心 也不至于闹到这个 判上造反的这个地步 离尚呢 就是这个叛乱造反了 反对这个上层的统治者 叫无离尚之心 因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都自得其乐 有个别的想起的造反的话 那其他老百姓呢 也不会跟着他们去造反的 则不鬼之臣 无以示其致 鬼 是这个古代啊 这个这个尊丑所在里面解释 这个鬼呢 是外为奸 内为鬼 就是这个坏人呢 他分两部分 分内跟外 国家外的 那个叫奸 国家内的叫鬼 那么则不鬼之臣呢 就指这个国内的那些坏人啊 个别的那些大臣啊 心怀伙策的那些大臣 无以示其致啊 他们呢 就不可能再有能力啊 在装点 在使用他们那些小计谋了 因为使了也没用 对吧 使了因为这个也没有人跟他响应 而暴乱之间 执疑 而那些暴乱的那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乱事 那些奸事啊 更不可能发生了啊 执疑呢 就是更啊 更不可能发生了 因为老百姓呢 这个不符合老百姓的这种啊 安居乐业的这种心态啊 这种愿望 二世不行此数 而众之以无道 坏宗庙与民啊 庚使作阿旁公 凡行严诛啊 立志克身 赏罚不当 赴脸无度 天下多事 力福能济 百姓困穷 而主福 而主福收续 然后兼伪并起 而上下相顿 蒙罪者众 行路相望于道 而天下苦之 自君卿以下 自君卿以下 置于众树 人怀自卫之心 亲处穷苦之时 前不安其位 故意动也 这句话说的 这小段说什么意思呢 就说秦这个秦二世啊 他是不行此数啊 就是没有推行啊 这个甲一啊 甲生前面说的这套这个法术 这套治理国家的这个政策啊 而众之以无道 而且呢 更用无道的这种管理方法 来加重他自己的罪过 坏宗庙与民 坏宗庙与民 更使作恶方公啊 这句话呢 他语序上呢 是有争议的啊 如果按照现有的版本来翻译呢 就是坏宗庙与民 宗庙呢 就是指他什么呢 指这个秦二世干过什么事呢 就是前面不是讲过吗 那个秦二世这个在这个 他在祭祀的时候啊 他把那个 就是那个 呃原来不是说秦 秦乡公嘛 呃 秦乡 从这个秦乡公开始 然后一直到这个秦始皇中间的啊 这些这个秦国的列祖列宗啊 他那些牌位呢 秦二世最后都给废掉了 他只保留了那个 呃 秦乡公的那个庙 因为秦乡公呢 当初是帮助这个平王通迁嘛 所以说秦乡公是作为这个秦啊 秦国这个诸侯国的这个始祖的 是始风君的 所以只把他的庙留下来了 那其他的一些庙呢 都没留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当初讲啊 叫这个坏 坏宗庙 当初可能讲的就是啊 讲的是这个事 就是除了秦乡公以外 其他那些历代先君的庙 都不都被他进行议会了嘛 就撤销了嘛 所以说估计 假仪啊 可能就是指他说 这个秦二世坏宗庙 可能就指这个事 与民呢 就是跟老百姓那种 安居乐业的生活 这个叫坏宗庙与民 庚宗庙 庚宗庙 庚宗庙呢 就是重新开始啊 重新开始呢 就是修这个厄庙宗 因为厄庙宗呢 在这个秦始皇活着的时候 不没修完吗 后来秦二世上台的时候 这个厄庙宗庙就不应该再修了 结果呢 这个秦二世这个 亏庸无道啊 继续这个发动 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修这个厄庙宗啊 给老百姓造成了 很大的这种摇曳负担啊 所以老百姓就怨声载道啊 这个呢 是按照这种方式啊 当然也可以有有有的史学家呢 是把这个 因为过去的史 这个史书 它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啊 就把这个与民更史呢 就挪在了那个 二世步行此数前边 我觉得呢 这样挪还反而更顺一点 就说这个二世步行此数 没有推行我前面说的那些这个法术 与民更史啊 与民更史呢 就是这个 跟这个老百姓啊 重新就是开始那些残暴的统治啊 对老百姓重新开始那些残暴的统治 而种之以国道 而且呢 自己更加重的以无道呢 无道的统治来加重啊 以前的那种这个残暴的统治啊 这个坏宗庙啊 做阿胖宫 哎 这样的话就就比较比较通顺了 坏宗庙呢 就是指我刚才讲的那个啊 就除了清香宫以外 其他的那些列祖列宗的宗庙呢 都被毁了 都被撤销了啊 做阿胖宫呢 就重新开始啊 继续做这个阿胖宫啊 这两种解释方法呢 就是这句话啊 是都可以的 反正怎么理解都可以啊 按照他原来的那种第一种的解释呢 也是能说得通的啊 凡刑严诛啊 凡刑严诛呢 就是指这个刑法非常凡复啊 而且呢 执法非常诛杀 执法呢 这个非常严酷 立志克身啊 也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底下那些官吏 在治理百姓的时候 也是严克的执法啊 赏罚不当啊 该赏的不赏 该罚的不罚 复脸无度啊 向这个老百姓收赋税的时候 没有个限度 天下多事啊 利福能计啊 导致呢 这个天下老百姓这个就闹闹嚷嚷啊 然后这个当地的官吏呢 也不能够进行管理 这里的计呢 就是这个管理的意思 不能管理啊 百姓困穷 而主福收续 百姓困穷呢 就是这个老百姓啊 都都很穷很 就很生活很困苦啊 但是呢 作为这个统治者的这个上层阶级呢 并不体恤他们 这个收续呢 是指收养跟安抚这些老百姓 然后呢 就会导致这个肩伪并起 肩呢是奸诈 伪呢是邪伪啊 就一起就兴起来了 而上下相顿啊 相顿的就是互相这个欺骗隐瞒 上下这个互相这个你不信我 我不信你大家这个互相这个你忽悠我 我忽悠你啊 互相忽悠啊 相顿蒙罪者众啊 因为这个秦朝执行这个言行库法嘛 所以这个获罪的老百姓啊 特别多 行路相望于道啊 那些这个受到刑罚啊 这个这个屠路的那些人啊 或者受到刑罚惩治的那些人啊 在道路上是满街都是相望于道 在道上那个全部都是啊 全部都是这个啊 刑罚之人啊 啊所以这个相望于道 而天下苦之 整个天下是怨声载道啊 自君清以下至于众数 自君清啊 这里的君清呢 就是指公清啊 指三公九清啊 因为当时秦朝的这个政体呢 就是政治呢 他是官制啊 是实行三公啊 九清制啊 三公九清三公啊 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丞相啊 御史大夫啊 还有这个太位啊 这个是三公啊 然后底下有各种各样的清一共有九个清 相当于这个相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各部的官员啊 啊 然后这个三公啊 叫叫这个什么 叫 呃 叫呃 军清啊 这些东西 这些人都叫军清 从军清以下 一直到于普通的老百姓啊 叫至于众数 人怀自危之心啊 每个人都怀着啊 这个自就都感觉到这个自己处境怎么这么艰难 生活怎么这么困苦啊 自危之心 总感觉到好像活了今天没明天的那种感受 清除穷苦之时 啊 穷苦啊 那就是每个人呢 都感受到这个处境非常艰难 这个生活日子过得是非常难 叫清除穷苦之时 闲不安其位 因为你这个他日子过得难 吃也吃不饱啊 穿也穿不暖 所以说他就不安分了 闲不安其位 故意动眼 所以说都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这个不安的分子 稍微有一点风水草动的话呢 风水草动啊 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动静的话 那这些人很容易就就容易被激发起来 是以陈设不用汤舞之嫌 顾及公侯之尊 奋必于大则 而天下响应者 其民威也 顾先王 见始终之变 知存亡之机 是以牧民之道 顾在安之而已 天下虽有逆行之臣 必无响应之注意 顾曰安民可与行义 而威民一语为非 此之谓也 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身不免于陆杀者 正轻飞也 是二世之过也 事宜就是因此 因此呢 这个陈设就是属于那种 一时激起千层浪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陈设不用汤舞之嫌 他用不着那些商汤 跟周武王那样的嫌能 也不用借助公侯之尊 这里的吉就是借助的意思 他不用借这个 不用借什么公侯之尊 对吧 这个公侯这些地位 也用不着什么很高的地位 粪壁 粪壁就是把胳膊仰起来 叫粪壁于大则 在这个大则乡 就是大则 粪壁于大则乡 而天下响应者 因为那些这个前方 不都全天下都是 每个人都是不安分子 所以天下就开始响应了 齐民威矣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老百姓 正处于威困之中 每个人都变成了不安的分子 所以有人振臂一呼的话 那这些人马上就会群起响应 故先王见始终之变 这里的始终 就是指 这个见到了这种因果 相形的变化 叫这个见始终之变 因为先王 他能见到一个朝代 他是怎么开始的 他是怎么结束的 对吧 整个始终之变 然后前朝 他见的这个多了 听说的多了之后 他就知道这个存亡之机 这个机就是指关键的意思 他就明白了 什么才是国家存亡的关键 机就是关键的意思 是以牧民之道 因此他在制定牧民 也就是治理老百姓的法术的时候 勿在安之而已 就是以安定老百姓为首要任务 安之就是使老百姓安居乐业 这个是首当其称的这个重要的任务来抓 天下虽有逆行之臣 只要把全天下的老百姓都安定了 那么你虽然有逆行之臣 逆行之臣呢 就是指那种图谋叛乱的那些大臣 必无响应之注意 那也没有人 没有黎民百姓跟着他们去响应他们 因为大家呢 都是安居乐业 谁也不想造反 因此呢 这个图曰就是因此说 安民可与行义 安定老百姓 可以以他们推行仁义 而威民义与为非 而这个这些危险呢 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 容易跟他们为非作歹 此之未也说的就是这件事 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不用翻译了 身不免于陆杀者 但是呢 这个不免于被人给干掉 正清非也 正清啊 正的是匡福 清呢 是这个青岛 匡福青岛 它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呀 这里的非呢 是不对的 就指着这个秦二世的治国之道啊 这个是完全是错误了 是二世之过也 那么这些呢 就是这个秦二世造成的这个过错 相公立 享国十二年 初为西智 藏西锤 升文公 文公立 居西锤公 五十年死 藏西锤 升晋公 接下来呢 这个是一个这个秦国的 一个一个表啊 就是这个 从秦湘公开始 一直到这个秦二世 到子婴这个地方结束 他列举了一下这个整个秦国 历代的国君和他这个 在他的这个执政期间 在每个国君执政期间 他做的都有一些什么事啊 相公立 那么从相公开始说啊 就是秦湘公开始这个建国的时候啊 秦湘公呢 秦湘公呢 享有这个国座十二年 也就当了十二年的国君啊 初为西智 那他都干了什么事呢 他呢 就是建立了一个西智 西智呢 他是一个祭祀西方天神的那个台子啊 那个名叫西智啊 因为这个当时呢 这个西方之神呢 据说是绍号 而且秦国呢 也把绍号看成是自己的 最早最早的那个先祖 所以说呢 建立西智呢 来这个祭祀这个绍号啊 因为按照这个五星方位嘛 绍号是在西啊 所以说这个台子呢 就叫这个西智 而且秦国呢 也是在西边啊 藏西锤 那么这个相公死的时候呢 他是埋葬在了这个啊 这个西锤这个地方啊 埋葬西锤也 也叫这个西犬丘啊 就是现在今天甘肃省天水市的西南啊 那个地方叫这个埋在埋在那个地方了 那么相公呢 升了这个秦文公啊 文公立起来的时候呢 他是居西锤公啊 西锤公啊 就是这个当时的一个啊 一个宫殿吧 啊 他呢 在位时间比较长啊 是这个在位五十年 然后才死啊 他呢 是葬在了西锤啊 葬在了西锤这个地方啊 可能也就是葬葬在当地吧 跟那个啊 金香公是葬葬在一个地方 就是西犬丘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文公啊 就升了秦晋公啊 秦晋公呢 不想国而死 升县公 秦晋公呢 他没有即位啊 他就死了 叫不想国啊 可能还没等 没等到他当这个国君呢 他就可能就是这个就先死了啊 但是呢 他留着一个儿子呢 就是后代的国君 叫秦县公 那么秦县县公享国十二年 居西新义 死藏家 生武功 德功跟出子 这个秦县公呢 是当了国君啊 当了十二年啊 是住在这个西新义 西新义呢 就是秦国的新都叫平阳啊 这个时候秦国已经搬家了 就不在那个原来雍那个地方了啊 是在那个啊 新的新都市平阳 平阳呢 现在是这个陕西的宝基县的阳家沟啊 在那一带啊 是这个就把这个国度呢 稍微往东啊 挪了一点啊 然后呢 这个呃 县公死了之后呢 是埋葬在崖这个地方 崖呢 据说是一个古裔的名字啊 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那个啊 陕西宝基市的西北 那具体地点现在已经没法确定了啊 啊 然后县公呢 生了武功 德功跟出子啊 生了三个儿子 那前两个呢 也是这个秦国的国君啊 后边这个呢 也是 但是命非常短啊 生了武功 德功跟出子 然后出子呢 享国六年 居西陵啊 出子呢 也是当了六年的国君啊 也就是出宫啊 他是在西宁这个地方 西宁在哪不知道啊 现在可能考虑啊 据想据参野应该是 跟那个李宝基应该是 也是很近的啊 庶长福记 在他职位在这个啊 初子执政期间呢 那个当时的庶长 庶长是秦朝的二十等决当中 第十八级啊 这个非常 已经官位决位非常高了 这个就是大庶长啊 名字叫福记 还有威蕾跟这个参府 这三个人呢 帅贼就作乱了 第一个贼呢 是名词啊 第二个贼呢 是动词是杀的意思 就把这个出子呢 这个在 比燕这个地方杀掉了 那比燕在哪 好像现在也不知道 比燕具体地点 现在是不知道的 那个钱穆先生说呢 这个是个地名 是在平阳 但是具体 具体地点也不知道 然后呢 这个出子啊 死了之后呢 就被埋葬在这个崖这个地方 就是跟前边的那个县宫啊 埋的是一个地方 然后他出子死了之后呢 就是武功就武功立了 那么秦武功 秦武功呢 这个当了国君是二十年 享国二十年 居平阳丰宫 呃 藏宣扬 距东南啊 三复 三处长扶其罪 得功立 那么这个秦武功呢 他是当了二十年的秦国国君 呃 居住在平阳丰宫 啊 平阳的就是他的首都 丰宫呢 是他平阳城内的一个宫的名字 呃 他死了之后呢 他是埋葬在这个宣扬聚 宣扬聚是一个地名啊 但是这个地名在哪也不知道了 呃 在宣扬聚这个地方的东南 呃 当初呢 把这个出子杀掉的 那三个庶长也服其罪 也就是在武功执政期间呢 就让他们几个就服罪了 而且呢 德功立 那么武功死了之后呢 呃 他的弟弟德功呢 又当了秦国的国君 德功享国啊 两年啊 居庸大正宫 升宣公 成功 木工 藏阳啊 出福 以玉谷 那么秦德功呢 就是当了两年国君 就居住在 他当初是居住在 雍这个地方的大正宫 雍呢 就是今天陕西的凤祥东的啊 就宝基那边啊 大正宫呢 应该是雍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宫殿的名字 那么秦德功呢 就升了秦宣公 秦成功 和秦木工 那这里最有名的应该是秦木工了 那么德功死了之后呢 就葬在了阳这个地方 阳呢 就是这个都城平阳啊 呃 他的德功呢 干了一件事啊 叫出福 以玉谷 啊 出福呢 就是初次举行入福的那个祭祀 就是夏天入福嘛 就福田的时候入福呢 有个祭祀 为什么要举行这个祭祀呢 就是为了抵御啊 夏天的那个毒热 夏天可能太热了 古人认为这个夏天热应该是有毒的啊 应该所以说啊 祭祀一下啊 就抵御一下夏天这种热毒啊 叫出福以玉谷 宣公享国十二年 居阳公 藏阳 初至润月 啊 秦宣公呢 是当了十二年的国君啊 居在了这个阳公啊 阳公呢 应该就是平阳的丰公啊 那么藏在死了之后呢 也是藏在了这个平阳这个地方 初至润月 那么他在当国君的时候呢 干过一件事呢 是初次记载了这个润月 也就是秦国从这个时候 从宣公的时候开始呢 有了润月的记载 成功享国四年 居雍之宫 藏阳 齐伐 山戎 孤竹 那么秦成功当四年国君啊 居在雍这个地方的宫建啊 埋葬呢 是埋葬这个平阳这个地方啊 这个时候呢 同一时期啊 那个西边的那个东边的齐国 也就是齐宽公执政了 现在啊 齐宽公执政的时候呢 他是北伐山戎跟孤竹啊 因为这个山戎跟孤竹啊 是两个这个少数民族啊 他属于这个北北敌这一类的啊 然后他因为攻打那个燕国 所以这个齐宽公呢 为了这个 因为齐宽公的旗号就是尊王攘仪嘛 对吧 所以他为了救殃国 就带兵啊 去这个讨伐山戎跟孤竹啊 这个时间呢 就是当时呢 就是秦国的秦成功在位的时候 穆公享国三十九年 天子制霸 藏雍穆公学助人升康公 那么秦穆公执政的时候呢 他是这个 当了三十九年秦国的国君啊 天子制霸啊 秦穆公还是比较有名的啊 这个周天子呢 认为他是一方的霸主 叫制霸 认为他是一方的这个霸主啊 然后他死呢 他是埋葬这个雍这个地方了 葬在雍这个地方 秦穆公呢 他活着的时候呢 也做了一件事 也是挺有名的 就是学助人 这里的助呢 是这个 是指一个方位啊 是指门跟屏风之间的那个位置 叫住 那个诗经骑风里边有一个 似我于住乎 而从而以宿乎 而上之以穷华乎 那个就是在我 在住这个地方等我 叫似我于住乎 那么住呢 说明他是这个 当时过古代啊 这个 这个门 屏风跟大门之间的 中间的那块地带叫住啊 因为古代的那个门呢 尤其是庭院之间呢 他你一进大门之后呢 他中间是有个屏风挡起来的 要不然的话里边呢 全给你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说为了让你不让你看得清楚 他挡一块屏风 然后你要绕过这个屏风之后呢 你才能看到里边 那么在这个屏风跟里边那个门之间 那个门窗之间那块地方就叫住 木工学住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守在那个住那个地方 那个四位人员啊 就是叫住人 但是跟他学 说木工跟他学 但是学什么不知道 估计这个住人可能是有 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吧 所以这个秦木工呢 贵为一国之君呢 所以也能够虚心好学啊 虚心的向这个住人求教 所以说这个这个事呢 也被记载下来 那么秦木工生了秦康公 啊康公呢 是享国十二年 居庸高秦 藏取舍 升贡公 秦康公呢 是当了十二年秦国的国君啊 那么他呢 是居住在庸的高秦 庸的高秦呢 应该这个高秦 据说是一个宫殿的名字 是在秦的首都庸的城内 啊 活着的时候呢 是居住在这个高秦 啊 死了之后呢 是埋在这个曲社 曲社这个地点呢 也不祥了 不知道在哪 是留下这个名字了 那么秦康公呢 就生下了下一代的国君 叫秦贡公 贡公享国五年 居庸高秦 藏康公南 生桓公 那么秦贡公呢 做了五年的国君啊 居在庸的高秦 跟他爹一样啊 死的时候呢 是埋在这个康公的南侧了啊 那么这个贡公呢 是生了秦桓公 桓公享过二十七年 居庸太秦 藏一里秋北 生锦公 秦桓公呢 是做了二十七年的 这个国君啊 居住在这个庸的太秦 太秦呢 也应该是这个一个宫殿的名字 应该也是在这个 啊 庸的城内啊 死的时候呢 是埋在这个一里秋的北边 那一里秋在哪啊 也不知道了 反正是他这个生呢 生的这个下一代的国君是秦景公 秦景公呢 享国十四年 居庸高秦 藏丘里南 生毕公 秦景公呢 做了四十年的秦国的国君啊 居住在庸高秦 跟他爹是一样的 埋呢 也是埋在丘里南 怀疑这个丘里 跟前面那个一里丘 应该是一个地方啊 也是埋在一块的 生毕公啊 生了秦毕公 毕公享国三十六年 藏车离北 生宜宫啊 秦毕公呢 做了三十六年的国君 死了之后呢 是葬在了车里的北边 这个车里在哪 也不知道 反正距离这个凤翔啊 也就距离宫 应该是不远的啊 埋在他这个车里 这个地方的北面了啊 然后毕公呢 是生了夷公 秦夷公不享国 死啊 藏左宫 生惠公啊 秦夷公呢 他没来得及当国君 然后就死了 埋葬在了这个 左宫这个地方啊 左宫也不知道在哪 啊 秦夷公呢 就生了秦毕公 秦毕公享国十年 藏车里康景 生道公啊 秦毕公呢 是当了十年的国君啊 死的时候呢 是埋在车里康景 车里康景也不知道在哪啊 可能据说应该是跟那个秦康公埋的那个 那个取舍啊 应该位置是很近的啊 惠公呢 就生了道公 道公享过十五年啊 藏西公西啊 承庸生啊 这个辣啊 辣公公 这个道公呢 是当了十五年的国君 死了之后呢 是埋在了这个秦夕公的西边 但问题是啊 秦国的历史上没有秦夕公 怀疑可能是秦景公 埋在了秦景公的西边了 然后呢 当时成庸啊 当时呢 他成呢 这里的城市洞子啊 是这个驻秦国的都城 庸啊 修这个城墙啊 然后呢 他生了这个辣公公 这个辣呀 这个方言可能是通那个利 就是那个利鬼的那个利 所以这个公呢 是通那个贡 所以这个辣公公呢 应该是利公公的这个啊 应该是一个人啊 这个利公公呢 享国三十四年 葬入礼 生造公怀公 齐十年 溃兴建 利公公呢 是做了三十四年的秦国的国君 然后死了之后呢 是埋在了啊 入礼这个地方啊 入礼在哪儿 也不知道啊 方位不详 啊 生造公 那么这个利公公呢 生了秦造公跟秦怀公啊 他这个执政第十年的时候呢 这个惠兴出现了 造公享国十四年 居寿寝啊 藏道公南 齐元年惠兴县啊 秦造公呢 享有国座啊 十四年啊 居寿寿寿呢 应该也是一个公建的名字啊 在这个秦国的首都雍的这个城内啊 死了之后呢 他埋在了秦道公的南侧啊 他那个执政元年的时候呢 有惠兴出现了 怀公从晋来享多四年 藏立语氏升林公 诸臣为怀公 怀公自杀 秦怀公呢 是从晋国返回来的 也就是说啊 以前的秦怀公是一直待在晋国的 那么从晋国回来之后呢 就做了秦国的国君啊 然后呢 这个做了四年 死了之后呢 埋葬在这个立语氏这个地方 立语氏在哪 不知道啊 离凤强估计也不远啊 生了这个秦林公啊 这个林公呢 这个地方可能是太史公搞错了 因为什么啊 因为这个林公呢 不是这个啊 怀公的儿子啊 应该是怀公的孙子 林公他爹呢 是昭子 昭子才生林公的 昭子才是怀公的儿子啊 所以这里可能是辈分上有点差异啊 诸臣为怀公 那么他死呢 不是自然死亡 是这个自杀的啊 是这个大臣造反啊 把怀公给围上了 怀公没办法自杀了 那么肃林公啊 就是昭子子也居靖阳 享国十年 藏道公西 生俭公 肃林公呢 就是这个 秦林公啊 秦肃林公啊 这个昭子 这是昭子的儿子 昭子呢 就是秦怀公的这个啊 秦怀公的儿子啊 昭子的儿子 他呢 是居在靖阳这个地方 靖阳呢 这个山南随北为阳 他应该是住在这个靖阳的北岸啊 享国十年啊 当了十年的国君啊 死的时候呢 是埋在了秦道公的西侧啊 他生了这个秦简公 简公从近来啊 享国啊 十五年 藏西公啊 西啊 生慧公 其七年百姓初待见 这个这个谁啊 这个简公啊 跟这个林公啊 这个辈分好像太史公也搞错了 因为什么呢 这里边说 这个简公呢 是林公的啊 儿子啊 其实呢 这个简公是林公的叔叔 所以这辈分差的挺大啊 所以这个太史公搞错了 那么简公呢 也是从这个晋国啊 来的啊 当了十五年的国君 他死了之后呢 是埋在了秦七公的西边 这个秦七公是没有的啊 应该也就是秦锦公 西侧啊 生了这个秦桧公 那么他执政的第七年呢 就是允许百姓啊 可以待见了 这个百姓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百姓啊 这里的百姓是指百官啊 因为那时候只有官才有各自有姓的 所以这个百官呢 允许他第一次允许他这个可以佩戴这个剑了 原来看来是不能允许这个呃 佩戴剑的 汇宫享过十三年 藏陵羽生初宫 啊 秦汇宫呢 当了十三年的国君啊 死了之后呢 埋在陵羽这个地方啊 陵羽呢 是在哪儿也不知道啊 他呢 生了这个秦初宫 初宫享过两年啊 初宫自杀 藏庸啊 初宫呢 就当了两年齐末的国君啊 然后就自杀了啊 埋在了庸这个地方啊 宪宫享过二十三年啊 藏 萧羽生孝宫 秦宪宫呢 做了二十三年的国君 死了之后呢 葬在了萧羽这个地方 萧羽在哪儿不知道 然后呢 他生了这个秦孝宫 哎 到秦孝宫的时候就比较有名了啊 孝宫享过二十四年 藏帝羽生惠文王 其十三年 使都咸阳 秦孝宫呢 是做了二十四年的国君 也就在他这个做国君的时候呢 实行商阳变法啊 藏地语 地语在哪儿好像也不知道 啊 有人考证过 但是也没考证出来 所以说就不管他在哪了 藏在地语这个地方 他呢 是生了秦惠文王 那么他呢 这个执政第十三年的时候呢 把这个秦国的都城 搬到了这个咸阳这个地方 惠文王享过二十七年 藏公陵啊 生道武王 秦惠文王呢 是执政二十七年啊 因为在他执政的时候呢 这个张仪啊 正好是在这个啊 秦惠文王干的最有名的事 就是车列这个商鞅啊 然后呢 任用这个张仪啊 进行连横啊 所以说这个秦惠文王 在他执政的时候也是很牛的啊 藏公陵死了之后呢 就埋葬在这个公陵 公陵呢 就是啊 惠文王的陵墓的名了 从这个惠文王开始 基本每个王都有陵墓 都自己有名字了 啊 他是生了秦武王 秦道武王呢 享过四年啊 过了四年国君啊 藏本陵 因为这个到洛阳去 显摆自己的力气 举那大顶 结果让大顶压死了 所以说这个秦道武王呢 就是只当了四年的国君 他死了之后呢 是埋在了他的自己的陵墓 叫永灵 那么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 藏这个啊 采阳啊 这次挺怪啊 这次读采啊 藏采阳生孝文王啊 昭襄王呢 就是这个很有名啊 大家看过那个米约传的时候 就知道昭襄王呢 秦昭襄王就是米八子那个儿子 他呢 是在这个在位时间 可能是秦国所有的国王当中 这个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了 想国五十六年 当了五十六年的这个国君 葬这个采阳 因为秦武王死了之后呢 秦武王没有儿子 然后呢 这个米八子啊 可能就是跟他这个兄弟啊 位长呢 他们这些人合伙了起来 就把这个秦武王的那些 童母弟啊 童母哥之类的可能就给收拾了 收拾之后呢 就让这个自己的儿子昭襄王呢 就即位了 所以这昭襄王呢 一上台之后啊 这个当了五十六年国君呢 时间非常长 死了之后呢 葬在了采阳这个地方 采阳啊 这个地方据说考证应该是纸阳 就是一个草字头 底下加一个那个停止的纸 就是现在呢 这个咸阳城的东南 是秦国的一个县的名 可能当时的发音叫采啊 应该是读纸 纸阳 他生了这个孝文王 孝文王享国一年 藏寿陵 生庄襄王 孝文王呢 这个享国的时间非常短啊 只剩一年之后就死了 可能这一年都不到 然后死了之后呢 就是埋葬在这个寿陵这个地方啊 埋葬在一个 他自己的名字啊 名字叫寿陵啊 他呢就生了这个秦庄襄王 就是这个子楚啊 当时吕布韦 认为其祸可居的这个人啊 然后庄襄王享国三年啊 藏纸阳啊 藏这个采阳 生始皇帝啊 吕布韦 那么秦庄襄王呢 是当了三年的国君 然后死了之后呢 也葬在了这个 紫阳这个地方 那么他呢 就是生了这个始皇帝 就是秦王嬴政 当时呢 吕布韦是做这个相国的 县公历七年 出行为士 这个从今又往回岛了 出行为士 十年 为户籍相谷 秦县公啊 这个历七年的时候呢 出行为士啊 出行为士呢 就是初次的在都城 丽阳建立了这个商贸市场 叫出行为士 那么县公执政十年的时候呢 这个为户籍相谷 户籍相谷呢 就是建立了户籍制度 把居民的 五家为一五的进行给他编排啊 然后呢 让这个五家之间互相监督啊 这个呢 是这个秦县公啊 做的事啊 等秦县公历十六年的时候呢 这个陶石 陶礼东华 那个陶花跟礼子树啊 冬天的时候开花了 所以这个事呢 古人认为比较怪 所以呢 就把它记载下来 校公这个啊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历 那么秦惠文王呢 生十九年啊 十九岁的时候 这个就当了这个啊 秦王了 然后历两年之后呢 出行前啊 秦惠文王这个执政的时候 第二年就开始发行这个铜钱了啊 有了这个流通货币 有新生儿曰秦且王 而且当年呢 有一个新生儿生下来就会说话啊 说话之后 而且说的呢 说是秦国即将称王 这里的且呢 是将要的意思 说秦国将来肯定会称王啊 称王天下 就那个意思 这个估计可能啊 别当真啊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传说的 就写到这个史书里边了 道武王生十九年而历啊 秦武王呢 生十九岁 十九岁当这个国王啊 他这个当了三年之后呢 渭水赤三日 那个渭水啊 就变红了啊 一直红了三天啊 那渭水本来也不清啊 这个敬畏分明吧 那个敬水才是清的 渭水是浑的 那个可能是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 这个渭水呢 反正就是这个变红了 变红色的 一共有三天的时间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历 历四年出围田 开迁末 秦昭襄王呢 十九岁呢 就是当了国君 那么 呃 第四年啊 一共享有这个执政呢 一共是有四年的时间 啊 初次呢 是出渭田 开迁末 就搞田制改革 啊 标志着这个秦国 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啊 实行新的土地制度 就把原来那个 周朝实行的那个景田制啊 他那个礼数 那个母数给扩大了 啊 就这个扩大的更大一点 叫开迁末 秦昭文王生53年而历 啊 因为这个昭襄王在位时间太长了 所以说在位一共56年 他那儿子昭文王啊 所以说这个 等也等不及啊 所以说一直等到53年的时候 53岁的时候 才当上这个秦国的国君啊 所以这个昭文王当上国君之后 我们一年就就就就挂了 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 啊 53年才历的 那么庄襄王呢 生32年而历 那么等这个 啊 孝文王一挂呢 他的儿子啊 这个庄襄王呢 就是32年的时候而历啊 那个时候估计庄襄王啊 就是这个 昭襄王的孙子 庄襄王可能都已经年龄很大了 啊 所以说这个32岁 才当这个秦国的国君啊 当上这个历两年 取太原地啊 这个历 历起来 他第二年的时候 当国君第二年的时候 就取了这个太原 这个地方 太原呢 就是赵国的一个郡的名啊 他的郡制呢 就是在晋阳 也就现在山西太原 那个地方啊 庄襄王两年的时候呢 秦国把他给夺过来了 庄襄王元年的时候呢 实行大赦 而且修仙王功臣啊 而且修仙王功臣啊 师德后骨肉 不贵于民 东周与诸侯谋秦啊 秦始相国 勿伟诸之 进入其国 秦不觉其次 以阳人帝赐州军 奉其祭祀 庄襄王呢 这个元年的时候呢 实行大赦 而且呢 修仙王功臣 修仙王功臣的意思呢 就是把仙王活着的时候 那个时期呢 有功的大臣啊 没有受到奖赏了 或者是奖赏不够的 那么这个庄襄王呢 就一律给予这个补偿啊 补家这个恩惠啊 这个叫修仙王功臣 施德后骨肉啊 施德后骨肉呢 施德后骨肉啊 就是对这个嬴氏的宗亲呢 普遍的施加恩惠 对这个自己的宗亲也非常好 叫这个施德后骨肉 骨肉就是指宗亲啊 不贵于民 同时对老百姓也不错啊 给老百姓施加恩惠 东周与诸侯谋秦 这个时候呢 小的那个东周国 跟那个其他的诸侯国呢 想谋法讨伐这个秦国 然后秦国呢 就派这个相国吕布韦 跟这个东方六国就对了干 结果呢 进入齐国啊 把这个东周国的那些土地跟人民 全部都这个变成了秦国的这个土地跟人民了 叫这个进入齐国 然后秦布决其次 但是秦国呢 做的也没做绝 就是这个没有这个灭了这个周朝的这个祭祀啊 以洋人帝赐周军 洋人呢 就是一个村子的名啊 可能应该非常小啊 就是给他那么一小块的这个土地啊 让他那个奉其祭祀啊 继续呢 祭祀他原来周朝的那个列祖列宗 这个洋人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的林汝县的西边 始皇享国三十七年啊 藏立义生二世皇帝 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秦始皇呢 是这个享有国座三十七年 执政三十七年啊 死了之后呢 埋葬了这个立山的那个陵墓里边 秦始皇陵里边啊 他生了秦二世皇帝 那么这个始皇帝啊 生十三年而立 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那么秦始皇呢 是13岁的时候 才当上这个皇帝的啊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 藏怡春啊 赵高为丞相安母侯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这个秦二世皇帝呢 是当了三年的国君 然后死了之后呢 被这个 因为他是被赵高杀的嘛 所以赵高呢 就把他埋在了那个怡春院那个地方 就是渡南怡春院嘛 我们前面读到过的啊 那么赵高呢 就是他 秦二世当皇帝之后呢 赵高就变成成像了 原来赵高最初是郎中令嘛 后来这个赵高把李寺弄死之后呢 赵高自己就当上 当上这个成像 而且封了安武侯 秦二世呢 秦二世呢 是十二岁的时候才当上国君的 这个跟前边呢 又不一样了 前面是说秦二世 二十七岁当国君 所以这个是有矛盾的啊 又秦相公至二世 六百一十岁 这里的又呢 就没法翻译 可以理解成是自 自从就自这个秦相公 到这个秦二世 整个这个秦朝 秦国到秦朝 享有这个国座 一共是六百一十年 孝明皇帝十七年 十月十五日 秦朝曰 周历隐仪 人不戴母 秦直其位 吕正残虐 然以诸侯十三 并肩天下 急情纵欲 养欲宗亲 三十七年 兵无所不佳 制作正令 亦于后王 盖得圣人之位 和神授徒 拒狼虎 岛申伐 左正驱除 拒之称始皇 接下来这两段呢 是这个 不是这个太史公做的啊 不是司马迁做的 这段话呢 是后人把它附加上去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明朝的那个 这个汉明帝啊 就是那个光武帝 那个儿子啊 汉明帝 他呢 有一次啊 他也是在读这个史记 他有一次呢 他就问这个班固 班固呢 是这个东汉的人啊 就是写那个汉书的 那个那个作者 班固呢 也是东汉非常有名的 这个历史学家啊 然后汉明帝呢 就问这个班固 说这个 读了秦始皇本记啊 就感觉那个里边 那个甲夷 还有这个司马迁呢 他这个对呃 紫英的这个评价 似乎不是那么特别的公允 因为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 已经啊 说过了啊 啊 从这个字里行间 这个可以看出来 好像这个呃 不管是甲夷也好 还是这个司马迁也好 啊 可能对紫英的评价呢 好像是有失公正的 所以这个汉明帝呢 他就问这个班固啊 说你对这个事怎么看 然后呢 这班固啊 就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啊 文章应该是很长的 但是这里边呢 就是截取了其中的这个一部分啊 就附到这个史记啊 秦始皇本记的后边了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也读一下 可能有的版本呢 是有这一段的啊 有的版本是没有这一段的 那么我这个版本呢 他是有这一段的啊 所以说我就顺便啊 也把这个呢 跟大家读一下啊 就是看一下后代的这些 这个历史学家 还有史书的这些作者啊 他们当初是对这个秦始皇 本记当中的这个啊 紫英的这个这个看法 包括当然了 可能也包括对这个秦始皇 还有秦二世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啊 所以呢 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 刚才读的这一段呢 是这个第一段啊 这里边呢 有些地方是挺难理解的啊 我呢 就是试图的尝试解释一下 看能不能解释清楚 孝明皇帝呢 就是汉明帝啊 他是光武帝的儿子啊 这个17年10月15号遗丑 17年的10月15号遗丑 那这个啊 具体是哪天呢 好像现在这个 读解上好像也没讲 反正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个有这么一天就行了 那么汉明帝呢 他17年 这个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 是公元74年 是公元后啊 是74年 那10月15号遗丑呢 具体是哪天呢 那可能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那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日子 就可以了 约 那这个约是谁说的呢 是这个汉明帝 他问那个邦故 但是这里边呢 因为这个约啊 他没有主语 所以剩下来 这个约后边的这些话 全部都是邦故 回答这个汉明帝的这些 这个问话啊 所做的一个解释啊 就从约以后 全部都是邦故说的 啊 邦故就说了 周历以移 那么周历呢 就是指啊 周朝的这个历法 这是从这个直面上啊 这个书面来译啊 实际上呢 他就讲啊 这个周朝的统治啊 已经这个过去了 已经翻了一页了啊 叫周历以移啊 这个人不戴母啊 这句话是非常难理解的 因为这个呢 涉及到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的啊 这个学说啊 这个学说啊 这个学说是听起来非常神秘 而且呢 也听起来非常难懂啊 啊 因为呢 这个每个朝代啊 就是根据汉代的这个学者啊 刘相啊 这个是西汉末期的啊 刘相 还有一个学者呢 是这个西汉啊 初中期的一个学者 叫董仲书啊 他们两个呢 对这个五行相克 五行呢 就是金木随火土 对着五行相生相克的这个这个理论呢 都提出了这个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要这个提看法呢 因为过去的那个古人呢 他认为一个朝代的建立啊 都是这个跟前朝是有关的啊 都是跟前朝是有关的 所以说这个每一个新的朝代的产生 那么跟都是脱胎于前边的那个朝代 那么根据五行学说来看呢 那就是每一个朝代呢 都有每一个朝代的德 这个德呢 就是德行的那个德啊 啊 那么这个德又是怎么来呢 这个说法就就很乱了 然后呢 有这个汉末的那个学者刘相啊 他呢 提出来一个观点 他呢 是从这个福西式开始推啊 是根据这个五行相生的这个道理啊 开始推 什么叫五行相生呢 就是这个木生火啊 积木随火土之间呢 互相是是有这个相生的关系的 你比如说啊 以木开头啊 木生火啊 然后火生土 土生金啊 金生水 水生木啊 这个叫五行相生 那么这个什么生什么 那前边的呢 这个呢 就是母 后边那个背生的 那肯定就是子 所以说呢 这个叫五行相生学说 然后呢 这个刘相啊 他就开始呢 就是从这个最早的福西式那一代开始推 但是呢 怎么推的 我们就不知道了 最后呢 推来推去 他推出一个观点 说周是木得 就是木头那个木啊 就五行当中的那个木 说周是木得 那么汉呢 就是火得 因为这个木呢 生火 所以呢 周呢 是母 汉呢 是子啊 汉是子 所以说这个汉呢 是这个子代母 就是子 汉呢 这个是代替了周啊 这叫子代母啊 然后呢 这个是不人的啊 这个是不人的 这个这个 他这里面说的 人不代母 这句话本来的意思呢 就是说根据这个啊 人的这个学说 根据什么是人者的 这个学说啊 就是这个子是不能代替母来这个称王的啊 因为这个根据人德的规范啊 儿子呢 应该应该是尊敬母亲的 你不能代替母亲 然后你你称王 你把母亲给推翻了 然后你自己称王称霸 那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不符合这个人德这样一个规范 所以说呢 他这个就认为啊 根据人德的规范啊 子是不能代替母亲的 那这里边这个颁布 突然为什么冒出了这么一句呢 我个人怀疑啊 他可能是批判这个刘相的学说 他可能是对刘相的学说啊 有个质疑 因为刘相的这个学说呢 五星学说啊 他有一个漏洞 什么漏洞呢 就是从周到汉 他中间缺了一个朝代 本来呢 这个周结束了之后 应该是秦 秦完了才应该是汉 那么根据刘相的学说呢 这个周完了就是汉了 他把中间那个秦给抹杀了 那么刘相为什么把秦给忽略了呢 因为刘相他认为秦啊 虽然是一个统一的王朝 但是因为他的寿命太短了 所以不能把他单独 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王朝 他只不过是战国后期的那个一个最大的诸侯国而已 所以说呢 这个刘相还是把秦啊 归结于秦的这十几年是归结于周啊 以周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因为周这个后期不是战国吗 战国你有七个国家 那么秦呢 把六个都吃掉了 变成一个 那还是战国 只不过就是他变成他一个而已 所以呢 刘相的观点呢 就是这个 这个周完了之后就应该是汉 就应该是这个汉了 中间是不能有有这个秦的 那么这个谁呢 这个班固啊 就对刘相的这个观点呢 就提出质疑 说人家这个秦 他是一个完整的王朝 你为什么就给抹杀了 所以说他就提出这个观点 说人不戴母 根据这个人德的这个规范 子是不能代替母亲的 因为你中间还有一个秦呢 你汉朝呢 是不能够直接承袭这个周朝 然后这个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朝代呢 是存在的 所以根据刘相的这个观点呢 这个周呢 是穆德 汉是火德 那究竟这个周是穆德 汉是火德 这个观点确不确切呢 当然也有人这个有不同的观点啊 在刘相以前的那个汉武帝时期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董仲书 他呢 采取的这个理论呢 跟这个刘相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了 是这个董仲书在前啊 刘相在后 但是在后人看来呢 反正他俩都是这个属于前朝的人 董仲书的理论呢 采取的是五行相克的理论 这个跟刘相就不一样了 他也推导出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德 就是五行之德啊 那么他推导出来的这个理论根据呢 是五行相克 而不是五行相生 刘相是五行相生的啊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啊 这是五行相生 但是呢 这个董仲书啊 认为呢 就是说你五行相生 这个太片面了 应该其实五行之间还是相克的 那他这个提出的这个理论观点呢 就是木克土 土克水 这个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这个也是成立的 木克土 土克水嘛 这个水来土烟嘛 对吧 这个水又克火 火一着起来之后用水来扑灭嘛 对吧 火又克金啊 这火能炼那个金属 金克木 当然这个金的东西肯定是比木头 木这个东西要坚硬的 所以说这个木呢 木头的东西呢 都是用这个用金做的工具来这个切割的 所以说呢 这个董仲书啊 他提出了一个五行相克的理论 董仲书的观点呢 跟流向不同的地方就是呢 这个董仲书啊 他是把秦朝 作为一个完整的朝代列进来的 啊 他是从哪推的呢 他的根呢 是从这个皇帝开始推 然后这一路推下来之后啊 从皇帝开始算这个什么 摇顺雨啊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下商周啊 然后一路开始推 推下来之后呢 最后推出来周氏火德 这个呢 跟流向又不一样了 流向的推出来的周氏木德 然后呢 这个董仲书推出来的是周氏火德 啊 周氏火德 但是这个秦呢 把周给推翻了 因为是水克火嘛 所以说这个秦朝呢 就应该是水德啊 秦朝本身也是上水德啊 因为水是玄名嘛 都是上黑 所以秦朝的那些这个比较贵重的那些颜色啊 都是这个黑色是最为尊贵的啊 秦是水德 那么这个汉是土德 因为这个土呢 它是克这个水的啊 因为这个汉呢 是从这个秦朝 推翻了秦朝之后呢 然后建立了汉 所以说呢 他认为这个汉呢 应该是土德啊 所以说这个究竟汉呢 是这个火德还是土德 反正后代的人争争不休 最后可能啊 大家这个定下来倾向的这个观点呢 可能大家都是这个 趋向于同意董仲书的这个五星相克的理论啊 可能汉呢 认为还是土德啊 这样的话呢 比较说得通 因为呢 前面他这个有秦朝啊 那个刘相呢 把秦朝就给抹杀了 所以呢 这里边啊 就是这里边提的这个邦故说的这四个字 人不戴母啊 没有具体说的太清楚 可能当时古人呢 是知道这个这个意思的 但是我们现在解释起来呢 就比较麻烦啊 所以我个人理解呢 他可能是对流向的学说的一种质疑啊 说那个如果根据你流向的这个五星相生的这个学说呢 这个汉代呢 是不应该代替这个周朝的 因为你是子代母了啊 这个是不符合这个啊 仁义道德的啊 仁德规范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解释到这里啊 具体是不是还有其他解释 我们就不是特别清楚了啊 接下来啊 秦职其位啊 秦职其位呢 这个职啊 就通那个丹利仁的那个职 就是指秦朝呢 是作为一代政权 他就是排在那个地方呢 你不能把他抹杀 那这个呢 其实还是指在这个 这个批评这个流向啊 所以吕正残虐啊 吕正呢 虽然秦朝作为一个政权 你不能把他抹杀掉 但是呢 这个吕正就是迎正啊 就是这个吉祥皇啊 迎正啊 为什么叫吕正呢 这个也能体现出这个 颁顾的一个观点啊 因为当时有传说 说这个迎正有可能是这个 吕不韦的私生子 因为那个赵姬啊 嫁给这个子楚的时候 据说已经怀孕了啊 然后怀孕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 当然这个具体就搞不清楚了 反正生着这孩子 也不知道是子楚的 还是吕不韦的 反正呢 后代这个班固呢 就说是吕正 那么可能他认为呢 这个迎正啊 有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 残虐呢 就不用解释了啊 然以诸侯十三啊 诸侯十三呢 是指这个秦始皇啊 这个最初 刚开始当秦王的时候呢 年纪刚十三岁啊 并肩天下 最后呢 他能够这个啊 把天下六国全部都给吞掉 这叫并肩天下 极情纵欲啊 极情纵欲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啊 反正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干什么都能干成 这个叫极情纵欲 养育宗亲 养育宗亲呢 好像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 这个秦始皇啊 对这个宗亲 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养育 好像没太听说 是不是班固拿到了 这个其他史料了 我们也不清楚啊 37年啊 就是指秦始皇在位呢 一共有37年的时间 兵无所不佳 兵无所不佳呢 就是打遍天下 统一六国啊 反正把这个六国呢 全部都给消灭了 制作政令啊 制作政令呢 就是制作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条令 法规法律啊 易于后亡 易于后亡呢 就是把这些条例啊 都这个啊 形成啊 明文规定放在那里以后呢 这个传给这个后代 这里的诗啊 是独一的啊 是延续的意思 那么就让后代呢 继续延续他秦朝的这套这个统治政策啊 啊 仰这个叫 叫易于后亡 盖得圣人之威 和神受徒 盖呢 大概可能是一种这个语气词啊 就是大概差不多啊 有可能啊 就这个意思啊 他为什么秦始皇能够统一这个天下呢 啊 这个班固猜啊 说有可能是得到了圣人之威啊 可能是得到了圣人给他的那个威灵 那这个圣人是谁就不知道了 应该是某种神灵吧 和神受徒啊 和神受徒呢 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啊 啊 相传是在那个远古时期 在夫妻市的时候 黄河当中呢 曾经有一个龙马啊 龙马呢 可能这个是一条龙 但是长得像马 也可能是一匹马啊 但长得像龙 反正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动物吧 啊 他驮着那个河图出现了 就是在他的那个后边上 有一张图 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 河图啊 这个出现了 据说呢 这个东西出现了呢 这是一个祥瑞 就表明啊 天下呢 啊 当时统治这个天下的那个帝王啊 应该是非常有德的 所以说这个和神呢 这个和图才能够出现 啊 这里边呢 这个邦故啊 借用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典故啊 说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 可能是有神人在那里相助啊 有和神受徒啊 可能有上天的帮助他啊 巨狼狐 岛身伐 这个狼狐跟身伐呢 都是这个天上星座的名字 其实呢 这些星座啊 这个根据古人的解释呢 都是主讨这个啊 讨伐暴乱的 都是这个和打仗 和这个战争有关有关的 所以说呢 叫巨狼狐啊 岛身伐啊 就指指这个啊 好像反正也都是指这些星名吧 用这些星名来代替啊 来指代秦始皇呢 这个是东港西沙啊 这个到处征伐 左正驱除 巨之称始皇 左正呢 就是上天 帮着呢 这个秦始皇呢 能够清除道路 叫左正正呢 就是嬴政啊 就是秦始皇 驱除啊 能够这个替他清除道路 巨之称始皇 这个巨之啊 这个两个字是非常难解释的啊 古人后来有一种解释呢 是比较合乎 比较靠谱的啊 说这个巨呢 是通那个那个巨 这个我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这个呃 这个字呢 是一个虎字头 底下加一个那个狼奔使铺的那个使 然后外边有一个走针 是通这个巨啊 后来呢 因为这个巨字呢 跟那个就是这个犯罪未随的那个随 有点像 所以说又通那个随啊 这个随呢 那就是这个于是的意思了 所以呢 叫巨之 这里的之呢 是通至 那么巨之称始皇啊 意思呢 就是于是就一直到达了称始皇帝的这样一个阶段啊 一直到号称始皇帝 叫巨之称始皇啊 虽然这种解释有点牵强啊 但是因为除了这个解释以外呢 没有其他特别好的解释 所以现在呢 我们也只能目前呢 就是这么说啊 始皇即末 胡亥即于啊 立山未必 附坐阿旁 以竹前侧云 凡所为 贵有天下者 四亿即欲 大臣治愈 霸先君所为 诸丝 去及 任用赵高 痛在言呼 人头续名 不威 不乏恶 不赌 不虚亡 拒之不得留 残虐 以促期 虽居行 虽居形殿之国 由不得存 始皇即末 这个好解释 秦始皇呢 死了以后 胡亥即于啊 这些都是邦顾的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 他认为呢 这个胡亥这个人 也就行二事 是非常愚蠢的 让一个人 立山未必啊 因为立山的那个陵墓 秦始皇陵还没修完了 复作阿旁 然后又开始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修这个没有修完的阿旁功 以遂前侧啊 遂呢 就是指这个完成 来完成前侧呢 就是指秦始皇没有完成的那个计划 叫前侧啊 云啊 秦二事当时就说了 说凡所为贵有天下者 这个为呢 可以可以通这个以啊 就所以的以 凡所以能够贵有天下的人 应该是四亿级欲 四亿级欲呢 就是想干啥就干啥啊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就叫这个叫四亿级欲啊 你贵有天下了 你就应该四亿级欲 我我现在是皇上 我想干啥我就干啥 你们怎么着啊 大臣欲 治欲罢先君所为啊 治欲呢 就是特别想啊 大臣的特别想罢出先君 就是秦始皇啊 他当初所要做的啊 当初所要做的不就是盖的阿旁功吗 他没盖完呢 这个这个金床不就挂了吗 说大臣的就想停止 就是说别盖这个 别再修这个阿旁功了 但是呢 这个胡亥认为不行啊 我就想这个把我爹没有做的事给他做完 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 当时呢 当然这些大臣呢 就是指那些这个提出反对意见的 像李斯啊 这个啊 冯去吉啊 像像这些人啊 这些都是对秦朝很忠心的大臣啊 结果呢 这个秦二师说 你们这个提出来这个想啊 不让这个我完成我爹的那个遗愿 那我就把你干掉 所以就把李斯把冯去吉呢 这个就全部都给弄掉了 冯去吉是自杀的 李斯呢 死的就比较惨了啊 有说腰斩的啊 有说这个车裂的啊 反正这个这个 还有说这个巨五行的 反正就搞不清楚他怎么死啊 但肯定不是好死 任用赵高啊 赵高呢 因为他是胡亥的老师啊 所以说他就任用赵高这样一个人 痛哉言呼 痛哉言呼呢 是指这个呃 帮顾发一个感慨啊 他说哎呀 后人有些话说的真是深刻呀 叫痛哉言呼 那么什么说话说的言是这个 这个非常这个深刻呢 就是下面这个这句这句话 叫人头续名 人头续名呢 翻译的俗点 就是长着人的脑袋说话却像驴教啊 叫人头续名啊 说的就是这个秦二世啊 长着一个人的脑袋 但是说话啊 就像驴教一样 当然像驴教啊 也不一定是驴啊 就说话就像畜生一样 叫人头续名 不危不乏恶 不赌不虚亡 不危呢 就是不成威权 就不能夸耀自己的罪恶 叫不危不乏恶 乏呢是夸耀的意思啊 恶呢是自己的罪恶 不赌不虚亡 赌呢就是这个罪恶 要是不深的话 那么就不会无缘无故的灭亡 叫不赌不虚亡 就是指这个秦二世太能作了啊 拒之不得留 这个拒之呢 跟前面上解释的那个拒之 是一个意思啊 跟前面解释的那个 上面那个拒之称使王的那个拒之 是一个意思的 那么拒之不得留呢 最后导致的结果是 不能够这个长久的保留这个政权 残虐以促期啊 说这个秦二世啊 残酷暴虐啊 以促期 促期的意思呢 就是加速的意思 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啊 虽居形变之国 由不得存 这个形变呢 就是指当时这个秦朝呢 他这个地理位置啊 特别重要 虽然他的这个地理位置特别重要 我们是我们以前讲过啊 就是什么四个边疆 有四色呀 还有这个有有山有河呀 来作为自己的屏障啊 虽然居住在居处这个形变之国 地形地势非常有利的这样一个一个地方 但是呢 由不得存 还是啊 不能够这个保留啊 这个国家保留这个政权 子英夺赐得赐 冠御冠 配华福 车黄屋 从百思 夜奇妙 小人成 非魏 莫不旷步失守 偷安日日 独能长宴雀律 父子坐权 尽取于户友之间 敬诸华臣 为君讨贼 高死之后 宾婚 未得进香劳 参未及下宴 酒未及辱纯 储兵已图观中 真人降霸上 宿车 英族 奉其福喜 已归帝者 接下来呢 他就评价这个子英了 因为这个汉明帝呢 问班固 其实主要是问一下这个子英 说这个 可能这个假仪啊 对这个子英评价不是特别公平 所以说呢 用这个下半这一段呢 整个啊 这个班固呢 就解释这个 他对子英这个事是怎么看的 子英夺赐 得赐 夺赐得赐的意思呢 就是按照次序 得以继承王位 叫夺赐 得赐 赐就是王位啊 冠御冠配华福 御冠呢 就是帝王之冠 叫御冠 华福呢 就是帝王之福 就是华福 啊 这里的这个福呢 它是其实是一种 这个 是一种图案啊 就是印在那个礼服上面呢 只有帝王能画的那种 这种图案叫符 当然呢 就是带指这个帝王村的 那个礼服啊 车 黄屋 啊 黄屋车 所谓的黄屋车呢 就是这个车 它那个上边 那个棚盖呀 都是黄色的 因为这个黄色的 比较尊贵嘛 叫车 黄屋 从百思 啊 百思呢 就是百官啊 百官呢 跟从子英 夜七庙啊 夜七庙呢 就是这个 拜夜啊 七庙 到这个庙里边 去去拜夜啊 然后这个 就 啊 继位 小人 成非位 莫不悟 旷乎十手 啊 这个他就 他就提出一个假设 他说如果是小人物啊 呈上了这个 非位呢 就是坐在了 不该坐的那个位置上 没有不旷乎十手的 旷乎呢 就是恍惚的意思啊 就是小人 他本来不应该坐这个位置 他突然有一天 坐到皇帝的位置上之后呢 他就晕了 就神志迷茫了啊 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啊 就叫这个门友部黄乎失守呢 偷安日日 哎 这能过一天 算一天 能这个当一天 这个皇帝就当一天皇帝 所以一般的小人呢 登上这个高位之后呢 都会有这样的心理 叫这个偷安日日啊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狗窃偷安啊 独能长念雀律 哎 接下来之后就说这个子英了 但是呢 这个子英啊 却能长念雀律 长念呢 就是这个能够做这个长远的打算 确律呢 就是能够排除这个心中的疑虑啊 心中的意志非常坚定 父子坐权 就是指呢 为了这个排除这个消灭赵高啊 这个子英呢 跟他两个儿子啊 就是在那里商量 坐权呢 就是采取断然的措施啊 叫坐权 权呢 就可以翻译成是权殿啊 进取于户友之间啊 就是指啊 就是这个处理这个事情非常干净利索啊 极其简便省事 就是把赵高弄过来 然后把它干掉 就完事了 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叫进取于户友之间 也就是说取赵高之命 于户友之间 进诸华尘 这个华尘就是指这个赵高啊 华尘就是指这个非常狡猾的 奸华的这个大臣啊 为君讨贼啊 为君呢 这个君就是指秦二世啊 这个为这个秦二世 讨伐了叛逆 因为秦二世是这个赵高给攒的嘛 高死之后呢 就是赵高死了之后 宾婚未得进香牢啊 宾婚未得进香牢呢 宾婚就是指他那个宾客啊 秦二世这个这个 这个子英这边的这个宾客跟宾亲 他都来不及啊 就没能够找出时间来 去互相的喂牢啊 去这个请他们这些人吃顿饭啊 唠唠家常啊 然后拉一些拉近一些关系什么 他没这个时间做这个 因为事太急了 时间也太紧了 餐未及下咽啊 他嘴里的那个饭呢 都来不及往下咽 就说明这个时间是非常紧的 酒未及乳唇 这个乳呢 是湿的意思 这个酒呢 也没有来得及 去沾上自己的嘴唇 这个呢 就是叫酒未及乳唇 储兵以图观中 储兵呢 就是指流氓的兵 流氓带的兵 这个军队呢 我们已经读过啊 从武关这个地方就突破了 然后呢 这个来到了关中 真人降霸上 那当然呢 这个真人就是指刘邦啊 指这个汉高祖 他呢 已经来到了这个霸上 而且用了一个字叫降啊 啊 给人感觉刘邦像飞一样啊 像这个真人的会飞啊 飞一样的就飞到了霸上 这个地方 宿车 英祖 就是指这个子英投降的这个阵势 宿车跟英祖呢 这些其实都是丧服啊 宿车就是那个没有装饰的那个车啊 英祖呢 就是指他脖子上系的那个丝带 叫英祖 宿车英祖啊 白马呢 就是这个宿车就是指白马和没有装饰的车啊 奉其福喜 奉天子的这个劫福跟玉喜啊 以这个叫叫什么啊 以归道旁啊 就是这个就只是这个子英当时啊投降的那个状态啊 以归帝者 就是这个帝呢 就是当时啊 是是指这个啊 应该是指刘邦啊 以归帝者 因为这个话呢 是这个后代邦故说的啊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呢 就称这个刘邦是帝了 就是说这个以归帝者来投降啊 来投降这个这个刘邦 正国毛巾鸾刀 阎王退射 何决不可复拥 鱼烂不可复权 甲夷司马奸约 相使应有拥主之才 谨得中左 山东虽乱 秦之地可权而有 宗庙之寺未当绝也 秦之急衰 天下土崩瓦解 虽有周旦之才 无所赋陈其巧 而已则一日之故误灾 俗传秦始皇起罪恶 胡亥及得其理矣 负责小子云秦帝可权 所谓不通识变者也 祭祭以兮春秋不明 五读秦祭至于子应车裂赵高 未尝不见其绝 连其至应此生之意被矣 这里边呢 这个邦故用了一个典故啊 叫郑国毛巾鸾刀 郑国呢是指这个春秋时期的那个郑湘公 因为楚庄王在打郑国的时候呢 把这个郑国都城啊 新郑给端了 然后这个郑湘公呢就投降 投降之后呢 他摆出这个投降的架势是比较好玩的 肉坛就是把这个膀子给露出来 左手拿的这个毛巾 毛巾呢是这个旗帜啊 右手拿着鸾刀 这个毛巾跟鸾刀呢 其实都是祭祀宗庙用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珍贵的 就是指这个郑庄公啊 郑湘公啊 他投降的时候这个阵势是非常严肃的啊 然后他这个一摆出投降的这个架势之后呢 这个阎王退社啊 阎王呢就是楚庄王啊 为什么楚庄王叫阎王呢 因为这个汉人啊 因为这个邦故不是东汉人吗 这个汉明帝的这个名字叫刘庄啊 就是楚庄王的那个庄 所以说这个邦故为了避这个汉明帝的会啊 把这个庄呢改成炎啊 改成炎王 炎王呢 这里就是指楚庄王啊 楚庄王一看这个秦祥宫这个架势呢 就退蛇 就往后退了三十里 过去呢 这个蛇是一个计量单位啊 因为这个按照行军的速度 一天能走能走这个三十里 就得驻扎下来了 所以说叫一蛇 一蛇呢就是三十里 那么楚庄王呢 就往后退了三十里啊 和绝不可复拥 鱼烂不可复权 他呢用这句话的意思 好很理解啊 这个和啊 一旦要绝口之后啊 你再想赌就很难赌了 拥的是堵塞的意思 这个鱼要是一旦烂了 你再想让他活啊 再想让他父权 像他像他那个没烂的时候 那个样子 那几乎也是不可能了 就比喻啊 这个秦朝的败王是不可挽救的 这个一旦败王之后 那谁都救不了了 就跟他烂鱼啊 就跟那个那个和绝是是是和绝口是一样的 甲仪司马迁呢 就说了 这个就是指啊 因为这个邦故呢 对甲仪司马迁的评价是有看法的 他说相使应有拥主之财 这个前面我们读过了啊 就是假使这个子英啊 有这个哪怕有拥主之财啊 得到的那个福祖的人也是一个拥 拥佐 就是一个一般的这个福祖的人 那么山东也就萧山这个宇东 虽然乱了 但是秦之地呢 还是能够保有他啊 秦的宗庙之寺呢 也不应当是这个灭绝的啊 这个前面我们解释过了 就不仔细想想起说了 秦之急衰啊 急衰呢 就是天天积累的日积月累的那个衰败 叫秦之急衰 天下土崩瓦解啊 到了这个一定的顶点 一定的点之后啊 一定的顶点之后呢 马上就变得土崩瓦解了 所以虽然有周公诞之财 周公诞这个是西州非常有名的这个啊 一个贤臣啊 是这个周武王的弟弟啊 周武王的这个弟弟他是周老四啊 就是这个周武王是老二啊 老三呢 应该是管书啊 然后老四就周公诞 因为周武王死的这个比较早 他儿子成王呢 还还还还太小了啊 所以一个人呢 也承担不起整个周王室 而且那个时候呢 周王朝刚建 所以呢 整个整个王朝也不稳 那么四叔呢 周公诞就辅佐周成王 把这个周王朝呢 给这个稳定下来 所以周公诞的这个功绩啊 其实跟这个啊 跟这个周武王是没有区别的 而且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比周武王更牛的地方是 周武王只是把江山打下来了 周公诞呢 还是治理 作乐 对吧 后来那个那个那个周朝 所用的那些礼乐 礼乐呀 礼乐制度 包括这些东西 全都是周公诞做的 所以周公诞的这个 这个在历史上的这个功绩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现在这个秦朝这个样子 对吧 土梦瓦解 这个土梦瓦解之势 你即便是周公诞这样的才能 之人过来之后 你也没用啊 无所复尘蹊巧 无所复尊蹊巧呢 就是这个 你没有办法 施展你自己的那个能力 你就别说这个子英了 就是任何人来都不行 而以则一日之孤 那么这个一日之孤呢 就指的是子英啊 指的子英啊 当然这个一日呢 就说他执政的时间太短了啊 并不一定说他就是执政指一天 其实呢 子子英执政可能大概也都两个来月啊 而把这个责任呢 推给 则呢 就是这个责让的意思 而把这个 而责让这个子这个子英啊 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子英 这是误在啊 这个才是颁顾真正的这个观点啊 说这个其实这是错误的呀 俗传啊 这个俗传呢 就不用解释了 就谚语说啊 秦始皇也不是谚语啊 就是当时的人在传说 说这个秦始皇呢 是起罪恶 胡亥吉 啊 起罪恶的意思呢 就是胡秦始皇呢 开始作孽啊 开始这个吞并这个六国 开始作 然后呢 胡亥呢 把它发挥到极致 得起礼 这话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对啊 叫得起礼 负责小子啊 这小子还是指这个子英啊 然后你呢 你就说这个这个贾一跟司马迁啊 说你这个老是指责这个子英 对吧 云啊 说子英秦帝可全啊 说子英能够力往狂澜 能够保全这个秦帝 所谓不通十遍 这也这是贾生跟司马迁 不通十遍的这个一个表现啊 就是他当时 其实这两个人呢 当时可能还是没看明白 然后呢 这里又举了一个典故啊 叫祭祭以西啊 这个呢 是春秋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那个啊 鲁庄公的时候吧 大概读春秋走段的时候都知道 在这个鲁庄公的时候 可能鲁庄公还是鲁皇公 我有点忘了啊 就是当时呢 在齐国旁边有一个忌国 这个忌国呢 因为太小了 所以说呢 在春秋后期啊 这个各个国家呢 都开始扩张 那齐国呢 当时好像是齐乡公 这齐乡公呢 老是这个瞄准的这个小忌国 想把忌国给吞了啊 齐国大呀 忌国小 那忌国呢 这个当时忌国的国君呢 就这个啊 采用各种各样的招啊 这个让鲁国给调警啊 然后又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王氏 让这个周王 因为周王氏 周王变成他姑爷的 那所以周王可能也能替他说话 这个所有的招法都用了 但是发现最后还是没有 这个齐国呢 吞掉忌国是这个板上钉钉的事了 最后呢 这个忌国的国君呢 也看明白了 说我用啥招都没用了 我这忌国是保不住了 所以说这个忌国的国君呢 就跟他弟弟两个人就商量好了 说这样 我呢 就是这个 我要我自己 你就别管我了 咱们忌国肯定是存在不了了 为了让咱们这个忌国的这个设计啊 就不灭绝 有人还能祭祀咱们的这个祖先 那么你呢 他就说他弟弟 你呢 就带着西这个地方 这个他弟弟呢 就是忌忌啊 因为忌是最小的那个啊 这里的这个季节的这个忌呢 是指小的意思 不种书记嘛 是最小的这一个 是指他弟弟 说你就带着西这个地方 你就去投降齐国算了 啊 你就去投降齐国 然后我呢 你就别管我了 我将来怎么做 你就别管了 然后你投降齐国之后呢 齐国是不会灭你的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保全啊 虽然这个忌国没了 你可以保全咱们忌家的这个 这个设计呢 不被灭掉啊 但是呢 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呢 他弟弟忌忌呢 就带着西这个地方呢 就投降了齐国 然后他自己呢 这个就这个啊 叫什么叫离家出走了 这个也是创了春秋历史上的一个啊 可能是有史以来 大概可能是这个第一个离家出走的国军 最后他死在哪儿 不知道 反正这个忌国呢 最后就被这个齐国给灯掉了 但是忌忌呢 和西这个地方一直保留下来了 所以说后代的人呢 对这个忌国国军这个做法呢 是是非常这个赞赏的啊 因为当时那个环境下 你想保存这个忌国 基本已经不可能了 齐国是肯定要灭你的啊 我忌国我保存不了 但是我可以想办法保存我的设计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那么后来这个春秋啊 这个孔子修这个春秋的时候呢 就记了一笔啊 孔子呢 对这个春秋啊 当然这个春秋不是孔子写的啊 春秋是鲁国的史冠写的 孔子呢 只是这个修春秋 把鲁国史冠写的这个东西呢 拿过来 然后根据他自己的需要 又重新写了一个春秋这部这个经书 啊 春秋呢 就记得这样一个不记名 就是没有点名批评这个 孔子冠军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孔子冠军呢 想办法保存了自己的祭祀 所以春秋不明呢 就是没有点名批评这个祭国国军 实际上呢 也就是变相的表扬了祭国的国军 叫春秋不明 因为春秋啊 在春秋点名的那个国军 只要点你名字了 全都是批评你啊 没有一个好的 好的基本都不会点你名字的 所以这叫这个叫叫这个 春秋不明嘛 所以这个班户就说了 说我读这个亲手房本记啊 啊 读到了这个子英车里赵高的时候啊 子英杀赵高的时候 可能说是这个是车里 好像这个亲手房本记 也不是这么记得 大概啊 反正说这个子英把这个赵高 给这个车里之后呢 这个未尝不见其绝 说我帮顾说啊 我是未尝不见其绝呀 不见其绝的意思 我就感觉到啊 这个子英是太果断了 对吧 我是这个是拍手称快 就说这个意思 连其志啊 可怜呢 同情子英的这个用心的啊 这个这个子英这事呢 这干的非常果断 但是啊 就是我可怜他这个啊 我非常同情他 他毕竟还是不能立管狂乱 所以呢 这就说了 因死因死生之一备矣 死生之一备矣呢 这是这个孝经里面说的一句话啊 孝经里面有句话 就是叫这个 生事爱尽死事爱妻 生命之本尽矣 以死生之一备矣 孝子之事亲终矣 这个孝经呢 是曾子做的啊 是曾子做的 这里面有句话 所以班固呢 就引用了啊 孝经里面的这样一句话 来评价子英 说子英啊 这个生 不管是生 还是死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道义的 叫死生之一备矣 后人是不能指责他的啊 这个呢 就是班固啊 对这个子英 在秦始皇本纪里边啊 他给了一个结论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把秦始皇本纪全部都读完了啊 那么下一次呢 我们就开始读这个项羽本纪 请不吝点赞 订阅